我与谢崇楼定亲十六载,她忽然前来退婚 后来我告到太后面前,强令她娶了我 成亲后她对我极尽羞辱冷落,甚至带回一个女子 宣布要休妻再娶 那时我陆家隐然示威,连太后也不肯再替我做主 可我一身裂骨,哪里受得住这样的委屈 在他们新婚之夜,一把火烧了将军府 在睁眼时,我竟重生回退亲的一个月前 这一次,不等她开口,我便主动入宫 向太后求了一道旨意,臣女与谢将军有缘无分 不如就此解除婚约,课秘良人 婚约解除,谢崇楼原本该高兴才对 可她接了纸,却日日来陆家求见我 我不堪其扰,让丫鬟小只带了句话给她 你既不想娶我,我此番行径,难道不是正合你的意 又来纠缠做什么 那天深夜,我推开窗帘,瞧见月光下 一席悬疑的少年谢崇楼翻过墙头 他停在我窗前,咬牙切齿地问我 陆昭义,谁说小爷不想娶你 我与谢崇楼的婚约,打娘胎里就定下了 陆家是赞英使家,谢家的殊荣 却是谢崇楼的父亲提见从战场上杀回来的 我爹娘尽他骁勇幼中军 便在我还未出生时,为谢家许下了一门婚事 正因如此,我与谢崇楼自小就玩在一处 他性子顽劣又桀骜,被谢伯父摆住抽鞭子是常有的事 有一回心学了剑法,在我面前卖弄 却拖了力,剑尖从我脸颊划过,鲜血直流 谢伯父伐他在冰天雪地里跪了半日,我前去求情 却被跪在地上的谢崇楼扯住裙摆 你的伤,要不要紧 我垂眸望着他,一贯肆意不羁的少年眼中满是悔意 他抿了抿唇,抬手擦过我伤口,低声同我道歉 对不起,招招,是我学一不经,却偏要卖弄 你等着,我日后要上战场,立战功 给你证个告命夫人回来赔罪 那一日大雪分扬,他跪在雪里,末发悬一 和身后的茫茫白雪共同映出一张俊俏到极致的脸 同仁其黑,面色玉白,唇色极淡 眼尾却有一点烟红的泪质 仿佛跳出画面,天地间最浓烈的一抹色彩 那个画面,我记了很久 他的承诺,一字一句,言犹在耳 可转眼,我又想起上一世 他来退婚时,站在我面前 那副神情厌弃的模样,我与你从无半分情义 死缠烂打有意思吗? 我倒不知道,你陆家的姑娘怎么就厚颜至此 莫非陆家世代书香,看的都是厚黑雪 我不知道厚黑雪是什么 却清楚地从他眼睛里知道 谢崇楼,他不再喜欢我了 跪在雪地里同我道歉 策马跑遍京郊为我寻第一只春海棠的少年 就此停在了那场大雪里 停在了我仿若幻梦的回忆里 可我如今,连回忆也不想要了 回过神,记忆里谢崇楼那张神情厌恶的脸 与眼前傲然的少年渐渐重合 我忽然心灰意冷,抬手就要关窗 那又如何,谢崇楼,我不想嫁了 他却横臂过来挡了我,目光灼灼 为何,你依情旁人了吗 率先依情他人的罪魁祸首 竟先一步来质问我 我气得想笑,可话到了嘴边 又眷眷地,懒得再去分辨 你就当我是吧 他却仍不肯离开 甚至撑着窗檐跳了进来 月色融在他冷冽的眼睛里 像是山溅泉水上的雾气 明明同碎,谢崇楼却高我整整一头 此刻居高临下地望过来 有种分外伶俐的气势,你倒说说是谁 嗯,小野要去看看 这满京城,除了我谢崇楼 还有谁配得上你 是了,这就是谢崇楼 他永远骄傲,热烈,直来直去 爱我时如此,不爱我时就更加决绝 我用力掐着手心 用那股剧痛掩盖心底骤然汹涌的情绪 一字一句地说 除了你,谁都配得上我 因为我不喜欢你了,谢崇楼 少年一下子僵住了 月光照过来,他咬着牙说 我不信 十二岁那年你就说要嫁给我 你收了我的簪子 我的玉佩,我的琴 我不信你会变心 陆昭义,我不会信的 这话倒是提醒了我 我回身去首饰匣子里 找出他送我的发簪和玉佩 递回去,还给你 至于那张琴 我明天会命人送到将军府中 谢崇楼不肯接 昭露,你同我说过你的心意 我叹了口气 可是,人地心意,总是会变的 事实真是奇妙 前世我与他之间也发生了这样的对话 只是为止要颠倒过来 我强称着挺直几倍 同谢崇楼说起过往 说起那些礼物和其中承载的厚重心意 可他当着我的面砸了琴 扔了玉佩和发簪 嘲弄地看着我 陆大小姐 人的心意总是会变的 可怎么就能变得那么彻底 这个问题 前世我不懂 而如今换成了他 夜深风凉 谢崇楼在我面前尽历了片刻 忽然松了神情 陆昭义 你的话 我一个字也不信 纵然你如今这般讨厌我 然而后日公宴 总不会因为我在场 就不肯去了吧 我瞪着他 你的心意变了 总不至于连胆量也一同变小了吧 说完这句话 他再不看我一眼 俐落地撑着窗檐跳出去 一转眼就不见了 我握着发簪和玉佩 盯着空荡荡的窗口 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有揣在胸腔里剧烈跳动的心脏提醒着我 我仍然不可一指的 为这样骄傲飞扬 少年义气的谢崇楼心动 事实上 前世我与谢崇楼成亲后 做了五年的怨偶 他讨厌我 却热衷于在他肩折磨我 还要冷笑着问我 既然无论如何都要嫁给我 这样的事情你也该是享受的吧 谢伯父与谢伯母过世后 他连我房里也不再来 连我挨过的东西也不肯碰 有一回我们一同参加公宴 我在丞相夫人的调侃下 加了块点心给他 谢崇楼却当着众人的面 将盘子掀在地上 用帕子擦了手 漫不经心地道歉 不小心碰倒了 辜负了夫人的美意 真是抱歉 任谁都看得出他是故意的 我在那一刻对上他嘲弄的目光 忽然无比清晰地意识到 这已经不是五年前 那个爱我之身的谢崇楼了 他已经完全变成了 另一个陌生的人 而我甚至不知道 这是为什么 公宴前一日 母亲专门来我房里询问 明日若是你不想去 我便禀明太后 说你染了风寒 卧病在床 他看我的眼神里 是不加掩饰的担忧 我摇摇头 无事 我要去 自然要去 我怎么能让谢崇楼看我笑话 他叹了口气 伸手轻轻摸着我头发 你与崇楼自幼一同长大 本以为该有些勤奋 但到底是我们考虑欠妥 不该那么早就定下婚约 是我不好 我吸了吸鼻子 我知道 退婚一事 给陆家添了麻烦 母亲称怪道 怎么能叫添麻烦 你的婚事 自然要顺着你的心意来 前世我坚持要与谢崇楼成亲 放在皇上眼中 却是朝中文武两脉相互勾结 自然无法容忍 我成亲后不久 陆家的势力就渐渐被架空 父亲身居高位 却是个贤职 再不长半点实权 至于谢家 却在谢崇楼的钻营下 得以保全 后来我越来越觉得他陌生 不止因为他从我爱我之身到厌我之身 还因为 原本最厌恶这些朝堂钻营 一心要用赫赫战功 为我正告命的谢崇楼 竟不知何时 变成了他最厌恶的那副原华世故的模样 第二日 我起得很早 精心打扮了很久 八幅云文的石流红者裙 配了一整套珍珠红宝石的铜面 轻力又滑贵 结果马车刚在宫门口停住 迎面便撞上了谢崇楼 他挑着眉梢 眼尾带笑 直到今日要来见我 特意打扮得这么好看 自作多情 我扯了扯唇角 谢将军多虑了 你我婚约已退 我今日盛装打扮 自然是为了在公宴之上另觅良人 谢崇楼脸色沙那一黑 咬牙道 陆昭义 你敢 我们说话间 身后又有一辆马车驶来 原本我不以为意 直到那道再熟悉不过的 月儿女声响起 多谢公公 仿佛被一枚长钉钉在原地 我整个人都僵住 面前的谢崇楼敏锐地察觉到 皱了皱眉 怎么了 我却顾不上回答他 只是咬着舌尖 缓缓转过头去 而我身后几步之遥 那一袭紫衫白裙的女子 正是前世 谢崇楼要修了我再娶的那位心上人 仿佛察觉到我的注视 他也转过脸来 目光越过我落在我身后的谢崇楼身上 眼神忽然微亮 谢小将军 宣平后府的嫡女 沈秀 前世谢崇楼带他回来时 我曾已在门口瞧过 那时春色情好 两人侧马而过 皆是一身红衣 远远看上去 的确是一对碧人 将军府的下人暗中议论 据说沈秀半座小兵偷偷上了战场 千军一发之际就下谢崇楼 他也因此对他情根深重 他们说 谢崇楼在惊中时便结识了沈秀 初见是不打不相识 在后来 渐渐成了打情骂俏的欢喜冤家 还有人说 沈秀从前性子沉浸寡言 自从三年前大病一场后 便如同换了个人一般 口中经常说些别人听不懂的话 可不知怎么的 这些话 谢崇楼似乎全都能听懂 还能接得上 我眼睁睁看沈秀提着裙摆小跑过来 忽略了我 直直凑到谢崇楼近前 笑眯眯地喊 谢小将军 好久不见 谢崇楼正了下 低头看了他片刻 挑眉道 是你 我心头忽然堵得厉害 不想再听下去 晚了母亲的手臂 转身便走 然而刚进大殿 谢崇楼又从后面追上来 他站在那里 挑着唇角冲我笑 招招 我就站在这里 你还要到哪里去立命良序 我气得脚趴子 可家教又不许我做出什么失礼的举动 只好深吸一口气 将目光转向他身后跨进门来的沈秀 你的心上人既然已经出现 又何必再来纠缠我 谢崇楼仿佛愣了一愣 我除了你何曾有过什么其他心上人 他身后的沈秀眸色微微一暗 却还是微笑着落了座 然而等我随母亲一同入座 向皇上与太后行过礼后 对面谢崇楼身边的小四春烟 却悄然送来一张纸条 展开来 上面赫然写着 如果你说的是宣平后府的嫡女 我与她不过只有一面之缘 在兵器铺子的时候 她非要买我定制的暗器 还同我打了起来 后来眼看打不过 连忙自报身份 说我欺负她一介女流 我烦不胜烦就把东西送她了 方才在宫门前 她是来谢我的 原来这就是他们的初始 我捏着那张纸 一时有些恍神 前世成亲后 我曾问过谢崇楼 究竟是如何与沈秀相识的 而每每被我这样询问 她便会轻蔑地望着我冷笑 你想知道这些 怎么 是想学着阿秀的模样 讨欢心 陆大小姐 你也配 后来她开始带着沈秀正大光明 出入将军府 那日正逢落雪 我捧着手颅椅在窗前 看着他们在雪地里堆了一团奇形怪状的雪 沈秀扯着谢崇楼的衣摆 满意地笑 来之前没抢到冰敦敦 现在自己堆一个也算圆梦了 反正他们说话 我总是听不懂 只是谢崇楼原本望着沈秀宠溺地笑 抬眼看到我在窗前 神情一瞬就冷了下来 她将沈秀护在身后 望着我冷笑 陆大小姐怎么还有听人抢脚的癖好 还是说 这就是你陆家的家教 这种轻蔓我早已习惯了 毕竟是自己求赖的 却半点容不得她说我爹娘 于是扔下手炉 施施然站起来 一步步走过去 自然比不上谢府家教 多年婚约说回就会 谢将军在朝中 是人人称道的忠臣良将 回府却对着妻子肆意折辱 我偏头看着沈秀 弯起唇角 更比不得宣平后府的家教 身为嫡女 毫无廉耻之心地出入有妇之夫的府邸 在内宅暗通款曲 话没说完 谢崇楼抬手就给了我一耳光 有妇之夫 她冷然地盯着我 陆大小姐 你以为这些封建礼教困得住我们半分 我明日便会向圣上禀明 写修书给你 迎娶阿秀过门 从前世记忆中回过神 我才发现 手中的性质已经被柔皱 坐在对面的谢崇楼 正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那双眼映着光 当中仿佛有游动的星河 每每望着我时 总让我以为她爱我之身 可前世的记忆清晰地告诉我 那不过是我的错觉 低头再看 纸上最后还有一句 你如此在意她的事情 莫不是醋了 我冷笑一声 拿过桌面上用来作诗的纸笔 写道 谢将军多虑 不过是你我婚约已解 我心有愧疚 看到你令你良人 不免替你欢心罢了 写完后 我让春烟把纸条送了回去 谢崇楼看完 脸都黑了 提笔又写 陆昭义 我不许你欢心 我和那姓沈的没有关系 与我无关 谢将军 你我婚约已解 以后不过是陌路故人 是吗 陆昭义 你倒是说说今日公宴 你看上了谁 我去找他讨教两招 总不能你令你的良人 却处处都比不上我这个故人吧 看到这张纸条 我猛地抬头看向对面 正对上谢崇楼飞扬的唇角 还要提笔再回 一旁的春烟苦着脸道 陆姑娘 您体谅体谅小的 有话不若艳后亲自与将军去说 目光一转 我果然看到高座之上 太后饶有兴趣地看了我和谢崇楼一眼 转头对皇上道 你瞧瞧这两个孩子 巴巴地来找哀家请止退婚 退了婚却又在公宴众目之下笔墨传情 这又是眼的哪一出 皇上目光从谢崇楼面上扫过 淡淡笑道 母后不懂 许是有情人间的玩闹吧 她虽是唇边含笑的 我却仍然从那忧生不见底的眼中 捕捉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忌惮 不由心下一沉 看来 皇上果然不愿我与谢崇楼成婚 久过三旬 沈秀忽然站了出来 说自己有一曲舞剑想要献给皇上太后 皇上饶有兴趣地盯着她 吐了个字眼出来 准 臣女于剑术一道前有研究 只是毕竟能力有限 她笑音地说着 目光流转间 静落在了我身上 早听闻太夫家的陆姑娘情意高超 不知阿秀可有这个荣幸 请姑娘弹奏一曲 与我剑舞为伴 阿秀这两个字令我眉心一跳 拒绝的话就要脱口而出 对面的谢崇楼却赶在我之前开了口 你要舞剑 宫中自有乐师 这么使唤别人 把皇宫当你宣平后府了 沈秀神情难看 却也不敢再说话 只能恨恨地瞪我一眼 然后自顾自开始了她的剑舞 谢崇楼竟会当着沈秀的面维护我 我正正地望着她 前世记忆与今生现实在我脑中交错 混成一团乱麻 沈秀自幼习武 剑舞自然是好看的 甚至前世谢崇楼也时不时用这件事来羞辱我 而如今 在大殿内众人目光都被沈秀的身姿吸引过去 她却只在对面 目不转睛地 专注地看着我 那眼中的秦义太过深重和真切 如同向我燃烧而来的烈烈火焰 可冷冰冰的回忆又如雨水浇灌而下 快要将我整个人撕扯成两半 我颤抖了一下 几乎要拿不稳手里的酒杯 谢崇楼眉头一皱 豁然站起身来 恰巧此时 沈秀一曲剑舞结束 她向皇上与太后行了个礼之后 便目光盈盈地看向了谢崇楼 谢崇楼却没有理会沈秀 只是向皇上告了个罪 然后自顾自走到我近前 在众目睽睽之下 她撑着桌面俯下身来 招招 轻烈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 连同温热的气息一同缭绕过来 你若觉得不舒服 我先陪你回府 高座之上的太后听她这么说 连忙道 既然如此 崇楼便先送招一回太夫府吧 早听说这孩子几日前病了一场 许事还未好全 金摩摩 传哀家一指 让苏太医也跟着过去 眼前一片乌蒙蒙的光点乱飞 我仰头望着谢崇楼 死死咬着嘴唇 挤出一句话 为什么 什么 人地心意 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彻底 不知怎么的 雾气堆战 我几乎要看不清谢崇楼的脸 便又往上凑了凑 身子却忽然一清 熟悉的冷冽轻竹香传来 我忽然反应过来 她将我抱在了怀里 谢崇楼 我颤声道 你这样很失礼 楼紧了 不许再说话 她的声线里裹挟着一丝桀骜不逊 否则我还有更失礼的 陆昭义 你大可以试试看 我终于不说话了 太医来诊脉时 谢崇楼就等在一旁 目光专注地望着我 陆姑娘 这应该是优思过重引起的高热 我写一张药方 抓几铁要喝几日 我再来诊脉 苏太医带着小支抓药去了 眼前雾气渐渐散去 我终于又一次看清了谢崇楼的脸 她额尖残留着一层薄汗 眼睛亮如星辰 望向我时 眉头却轻轻皱了起来 优思过重 谢崇楼扶着床檐 一点点俯下身来 陆昭义 你究竟有什么优思 一身红印在我眼底 像是灼灼的烈焰 我有什么优思 我的优思全与他有关 与光怪陆离的前世今生有关 又怎么能告诉他 见我不答 他愈发凑近了些 眼底凝着些庄重的探究 或者说 你执意要与我退婚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 沉默良久 我终于自然开口 我前几日 做了一个梦 谢崇楼乘着床檐坐下来 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嗯 什么梦 我梦到 你一请沈秀 亲自来陆府退婚 我执意要嫁 太后还是亲自为我们赐了婚 说不下去了 那些场景纵然只在前世的记忆里 但穿越时光重新被响起时 依然有种模糊的痛感直击心头 我颤抖着眼睫 不可抑制地想到那些被折磨的夜晚 我在巨大的痛苦间颠沛流离时 谢崇楼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在我耳畔响起 是全然嘲讽的语气 不是非要嫁过来吗 这么缺男人 这不就是你要的 陆昭义 你活该 忽然有鼓励到将我还住 回过神 我发现谢崇楼伸手拦我入怀 用指尖分开我死死咬住嘴唇的牙齿 眼中有一闪而逝的心疼 他郑重其事地说 我永远不会那样对你 招招 那只是梦 不要当真 他身上的气息 落在我发顶的力道 每一寸与我相处的肌理 都万分熟悉 他不是前世那个对我极尽嘲讽的全臣谢崇楼 他是与我相伴十六载的谢小将军 或许 前世那漫长的 令我身心俱疲的五年 真的只是一场梦吧 我累极了 已在谢崇楼怀里 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后面几日 许是喝过苏太医的药的缘故 我的身子明显有所好转 也是在这个时候 春烟忽然来太副府登门求见 说谢崇楼邀我去京郊的演舞厂同友 你去回他 就说我不去 春烟一脸苦笑地站在那里 拱手冲我讨饶 陆姑娘 您发发好心 就去看一眼吧 小将军说若是请不来您 就要扣小的半年月前 他跟了谢崇楼十年 一张嘴能说会道 自然知道怎么说能让我心软 我到底是割下笔 轻轻叹了口气 罢了 走吧 马车行至延武场外 不等我起身 已经有一只骨节分明的手掀开车帘 接着露出谢崇楼那张神采飞扬的脸 招招 我就知道你想来看我练剑 我正要下去 听到这话 哽了一下 分明是你命春烟喊我来的 嗯 干得不错 谢崇楼满意地冲春烟点头 给你家三个月月钱 春烟顿时喜笑颜开 谢小将军赏赐 谢露姑娘赏脸 我提着裙摆站在马车边沿 正要跳下去 谢崇楼却直接勾着我的腰 猛地将我拉进他怀里 啊 一声惊呼 我下意识搂紧了他脖子 接着便看到他眼角眉梢飞扬的笑意 谢崇楼 我恼怒地叫了一声 你 登徒子 放开我 他不仅没放手 反而将我搂得更紧了点 陆昭义 我可不是登徒子 我们订了亲的 亲事已经退了 提到这件事 他明显不开心 冷哼一声 等着吧 小爷下个月就去禀明太后 求一道重新赐婚的旨意 赤裂的阳光 他额间的汗珠 眼尾的珠沙质 身上的烈烈红衣 共同构成一幅色彩浓烈到极致的画面 我就在他波光般的眼瞳里 微微恍惚了一瞬 回过神来 却又觉得羞恼 什么重新赐婚 谢崇楼 我还没说要嫁给你呢 陆昭义 他忽然叫了一声我的名字 语气无比郑重 我愣神了一下 就见他那张好看的脸凑过来 鼻尖几乎压着我鼻尖 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 我微正 什么赎罪 为你梦中的谢崇楼赎罪 他仍然搂着我 目光比阳光更灼热 我得让你知道 和谢崇楼成婚后的日子 才不是那样的 谢崇楼将我带进演舞场 他手下那些将士 试图过来凑热闹 全被谢崇楼轰走了 你坐在这里 我连套剑法给你看 去岁春 谢崇楼头一次带兵上战场 便以一支三千人的骑袭之兵 胜了北枪近万人的大军 捷报传回京城 皇上龙颜大跃 当即封了他一个正二品的将军之位 纵使放在俊杰辈出的京城 他也是年轻一代的官家子弟中 最初挑的那个 谢崇楼封了将军后 我去参加京中闺秀们的聚会 也时不时有人提到我与他的婚事 谢小将军生得俊美 如今年纪轻轻又战功赫赫 满京城都挑不出这样好的夫婿了 我自然知道他是千班好万班好的 可我是陆昭义 我从来也不差 幼时我读书十字 总是比两位哥哥学得还要快 七岁读完京时候 便能学着做些粗浅的文章 后来在大歇 谢崇楼练剑时叫我过去 还会背着人偷偷教我几招 我知道 京中的大家闺秀都不学这个 那时 他擦了额尖的汗水 冲我挑眉微笑 但你是陆昭义 总是和他们不一样的 剑刃破空发出速速的声响 我凝神细看了一阵 忽然发觉 他练的这套剑法 正是十二岁那年 医学医不经伤到我 后来又偷偷带我出去 交给我的那一套 只是动作间比四年前更加流畅 也更为风锐 一朝一是都带着 毫不掩饰的凌厉杀气 结束后他收了剑 一步步朝我走过来 快到进前时 我张了张嘴 正要开口 身侧忽然又传来熟悉的嗓音 谢小将军 是沈秀 他今日穿着一身火红的禁装 提着长剑 这身打扮看上去 倒是与谢重楼颇为相配 只是谢重楼一见到他 神情便冷淡下来 你怎么能进我的演舞场 官副将 带他出去 谢小将军有所不知 臣女来这里 是皇上的旨意 哦 谢重楼面无表情道 既然如此 京郊那么多演舞场 你随意挑一个就是 我这里不欢迎你 他拒绝的直白又不留情 沈秀一将 脸上的笑几乎要挂不住 谢小将军莫非是觉得我一介女流 不配待在你的演舞场 连皇上都 谢重楼不耐烦地撇下他 竟只走到我身边 任凭你说破天去 小爷的演舞场就是不要女人 你若不满 大可以去皇上面前告我一撞 沈秀朝我这边邪腻了一眼 忽然道 谢小将军 你既说你的演舞场不能进女人 为何陆姑娘能进来 你这是双重标准 谢重楼沉了脸 少废话 你既然这么想进来 就别想着那几招花拳绣腿能把动我 来吧 若你能在我手下十招不败 我就答应你 我虽未学过几天舞异 却也能看出沈秀身无内力 招式虚服 宫宴上的剑舞 也不过几招花架子 前世亦是如此 可前世谢重楼却是他如珠四宝 甚至时不时用他的舞异讥讽我 陆大小杰这种养在规格的金丝雀 又哪里知道金国女子的撒爽迷人 他似乎全然忘记了 我的剑法和马术 还是从前他交给我的 而如今 谢重楼毫不留情的招式下 沈秀毫无回击之力 两招便被他反减双臂 死死按在了地上 沈秀恼羞成怒 回头道 谢小将军如此欺负我一介女流 就没有半点怜香惜玉之心吗 谢重楼吃笑一声 你亲口在皇上面前说 你不比那些娇花软玉般的规格女子 自己说过的话都不记得了 你要上战场 莫非指望北枪人也对你怜香惜玉一番 沈秀咬着嘴唇 楚楚可怜地仰起头 低声说了些什么 那一瞬间 我心中忽然涌上奇怪的不安 下意识往过走了几步 接着便听到了谢重楼不眼骄傲的声音 我谢重楼追回欣赏人 从来正大光明 还需要你所谓的刺激 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 沈小姐 从演舞场回去 是谢重楼送我的 离开前我先开车帘看了一眼 沈秀正提见站在门口 目光奇异地向我望过来 我形容不出他的眼神 只觉得轻蔑之中 又带有一丝高高在上的怜悯 正心下不安之时 谢重楼却伸手过来握住我 挑眉 招招 不必理会无关紧要的人 这一世不知为何 他好像对沈秀一点兴趣都没有 与前世在我面前极尽所能 维护他的行径极然相反 大概是前世的五年折磨太过刻骨 纵然现实并非那般 纵然谢重楼也说那只是梦 我却仍觉不安 也不知该如何面对谢重楼 只好默默从他身边挪开 他眸光一暗 有些色然道 陆昭义 你真要为那样一个虚无缥缈的梦 就彻底冷落我吗 回府后 母亲瞧出了我情绪不佳 提出三日后去城外若华山上的金陵寺 祈福尽乡 结果不知谁走漏了风声 到那日 我又在金陵寺门口遇上了谢重楼 扭头望去 母亲望着我 招招 我先同太师夫人去厢房用些素斋 你们若是说完了话 只管过来找我 我与谢重楼之间的奇怪氛围 想必他都看在眼里 才想了这样一个办法 谢重楼迎上来 规矩行礼 请伯母放心 我定然会将招招照顾妥贴 等母亲离开 他从怀中取出一只烟紫色的翡翠发簪 递到我手里 深秋已至 春海堂南巡 我便雕刻了一只送你 我低头看了看 这是你亲手雕的 对呀 谢重楼说着 低咳一声 我知道你也学过一些金鱼雕刻之术 大可评价一番 实话实说就是 既然他这么说了 我也只好再细细打量一番 然后诚实道 雕功粗浅 行刀过渡 上好的春匪料子却 陆昭义 话没说完 谢重楼已经不满地盯着我 着重强调了一遍 这是我跑遍京城寻来的料子 一整夜才雕刻完成 但心意难得 细看便绝春海棠栩栩如生 实乃世间繁品 我只好转了画风 谢重楼显然满意了 伸手接过簪子就往我发肌上插 既然你这般喜欢 我现在便为你戴上 他温热地指尖扶过我并边 又轻轻掠过耳间 那触感像是落在心上的羽毛 一阵麻痒 我忽然脸红发烫 说话间 我们已经并肩穿过 金陵寺中亭那片梨花树林 来到后殿 眼前光线默然柔和 缭绕在鼻息间淡淡的檀香味 让我不安的心忽然沉静下来 坐在玄臣大师对面 我恭敬师礼后 便听到他的声音 施主心有疑虑 却又不知和解 故而终日忧心 他双手和时 冲我微一低头 红尘纷扰 人心却可贵 施主大可遵从本心 此局便也可破 可我从前遵从本心 却将自己身陷淋雨 逼上了绝路 那施主可知 你既已到了绝路 又为何还能到这里来 玄臣大师缓缓睁眼 目光慈合却平静 人心一变 人心却也醉不一变 此局不比从前 置之死地而后生 方德云开月明 我谢过玄臣大师出去 谢崇楼在门外等我 那老和尚同你说了什么 他让我遵从本心 谢崇楼眯了眯眼睛 桀骜道 他让我不必执念太深 有些事情有缘无分 然后呢 然后我将他臭骂了一顿 告诉他这种事有我心 既不由缘分 更不由命 果然是谢崇楼这样的性格 会做出来的事 他从不信神佛 我轻轻叹了口气 或许他说的对 你是执念太深 退一步也没什么不好 嗯 一声惊呼 是谢崇楼扣着我的手腕 将我按在了身后凉亭的柱子上 目光引结一抹一色 退一步 陆昭义 我从12岁起就日日盼着娶你过门 现在你让我退一步 让我莫名其妙放弃 我说了 那只是你的梦 我什么都没做过 你却因为一个梦就给我判了死刑 可曾想过是否对我公平 说到最后 他眼尾微微发红 嗓音里也裹挟了一丝轻微的颤抖 心间延绵不绝地痛犯上来 我张了张嘴 发现自己几乎发不出声音 我又何尝不知 这样的冷落 对于什么都不知道的谢崇楼来说 并不公平 可那并不是梦 那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五年 一千多个日夜 如同顿刀一点点才下 我心头16载的热气 那种血弱模糊的痛 至今想起来 依旧心有余悸 我深吸一口气 抬眼望着谢崇楼 缓缓道 如果那不是梦呢 他神情漠然一领 我却短短一瞬就泄了力 无奈地揉着额头 罢了 你只当我在胡说八道 气氛安静片刻 一时间略过我们耳畔的只有风声 你梦中除了我们与沈秀 旁人呢 谢崇楼忽然又问我 倘若我真要与你退婚 我爹娘第一个不同意 他们 谢伯父谢伯母 在我嫁过去不到一年时 便双双病逝 临行前 谢伯母还握着我的手 低声说 昭昭 你不要太难过了 不知为何 我一直觉得 自那日提出退婚后 崇楼便也不再是我的孩子了 如今我要去了 你便只当他跟我一同去了吧 我把前世的这些都告诉了谢崇楼 他听完 沉默片刻 笃定地告诉我 我娘说得对 昭昭 纵使伤了自己 我也不舍得伤你分毫 更不会做出那样的事 除非你梦里那个人 根本就不是谢崇楼 说完这句话 他低头凝视我的眼睛 然后捏着我的下巴 吻了上来 这个吻温柔但热烈 是前世成婚五年 我也未从谢崇楼那里得到的 我揪住他一惊 嗓音发颤 谢崇楼 这是佛门禁闭 我不信神佛 更不信天命 他退开了一点 仍然在很近的地方盯着我 但我相信心意不可变 相信人定胜天 相信 只要你不放开我 那个梦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令他成真 后来山间凌凌落落下起小雨 他将我一路送到厢房 与母亲相会 又拒绝了母亲的邀请 不撑伞便往山下走 走了两步 谢崇楼忽然停住 转头望向我 西南边垂动乱 圣上以下指命我带兵平乱 招招 我去给你证告命了 等我回来 我就去请旨重新赐婚 好不好 这道嗓音 奇异的与四年前少年 跪在雪地里的承诺相合 我难以一直心头悸动 倚着走廊用力点头 也装重声 好 可隔着雨帘 一团模糊里 我却始终无法看清谢崇楼的眼睛 他走后不足半月 西南便有捷报频频传出 父亲上朝回来时总会带些消息 例如他不慎重了埋伏 千军一发之际被一小兵所救 已将对方提为副将 寥寥几语 听上去已经足够惊心动魄 我握着转刻刀 细细雕刻着手里的长簪 想等谢崇楼凯旋之日送给他 日子流水搬过去 我想或许前世种种不过大梦一场 而我与谢崇楼的婚事 也会如我从前无数次幻想的那样 顺顺利利地进行下去 就在这时 父亲告诉我 他要搬世回朝了 那一日是初冬 京中飘着细碎的雪花 我系着滚白毛的燕红斗篷 发间插着谢崇楼送的春海棠发簪 站在城门外等他 小只劝我在马车内等 就在外面等着吧 临近午时 远远的有兵马越走越近 我不知怎么的 忽然想起 前世 似乎就是这一日 谢崇楼来太傅府提了退亲 下一瞬 兵马最前方 一匹四提踏雪的乌黑骏马 驮着两个人直奔过来 马提踏雪 溅起细碎的白 我一瞬间如坠冰枯 坐在前面一袭蓝裙 腰配常见的 是神采飞扬的沈秀 而他身后 用斗篷将他紧紧揽在怀中 目光冰冷又默然地向我扫过来的少年 正是谢崇楼 马在我面前默然停住 高高扬起前蹄 我躲也不躲 只是定定瞧着谢崇楼 未从我脸上看到惊慌与悲涩 他似乎有些意外 冲我挑了挑眉 陆大小姐 你在等谁 自然是等你 不等谢崇楼答话 他身前的沈秀已经轻笑一声 向后靠了靠 姿态轻逆 陆姑娘既然与谢将军退婚 你们之间便在无瓜葛 他眼里是藏都藏不住的自得 我拢了拢披风 安静道 这是我和谢崇楼的事 与你何干 当然与我有关 我在西南战场救他一命 谢将军打算以身相许 来回报这份救命之恩呢 前世的记忆里 这分明是该一年后发生的事 如今却提前了如此之久 我脑中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 却快得令人捉不住 你是这么想的吗 谢崇楼 我不再看沈秀 只将目光落在谢崇楼身上 他侧头看了沈秀一眼 眼中柔情万千 阿秀的心意自然就是我的心意 何况 陆大小杰 分明是你先提的退婚 如今碎了你的意 怎么反倒不开心了 真当自己是小仙女呀 谁都得等着你 话里的嘲讽意味浓重 与前世的谢崇楼几乎完全一致 可到底发生了什么 分明在去西南平乱之前 一切都是好好的 我下意识抬手 扶了扶发间的春海棠发簪 抬眼望着他 是你说 你要去西南战场为我证一个告命 等回来后 便请太后为我们重新赐婚 也是你说 你的心意永远不会变 只要我不放开 你便不会放弃我 谢崇楼眼中掠过一丝恼怒 我现在反悔了 不喜欢你了 不行吗 陆昭义 沈秀又一次开口了 他又混合着轻视的怜悯目光望着我 但声道 你好歹也是个大家闺秀 给自己留些体面吧 何必要纠缠一个对你无意的人 纠缠 我扯着唇角缓缓笑起来 宣平后福果然家教森严 只是沈小姐似乎忘记了 你同为规格女子 却在众目睽睽下与谢将军同成一起 怕是更不妥当 既要教育我 不如先以身作则吧 沈秀神情一将 下意识侧头看了一眼身后 谢崇楼便冷了嗓音赤我 你真以为阿秀同你们这些 娇娇弱弱的归中娇花一样 陆大小姐 我还要回宫复命 你我缘分已尽 不要再来纠缠了 说完 他不再看我 带着沈秀侧马而去 身后的小只扑过来 抓着我的手 嗓音里带着哭腔 姑娘 我低头望去 才发现指甲嵌尽掌心 满手是血 连着那只被我紧握的白玉长簪 也被染得一片鲜红 姑娘先上马车 先回太夫府 她抖着嘴唇劝我 姑娘身子僵好 断不可再冻病了 眼前白茫茫的一片 不知是不是雪瞧得太久 便由着她劝说上了马车 车内点着炭炉 暖意席卷上 身子渐渐有了知觉 我忽然道 那不是谢崇楼 小只像哄孩子一样哄我 姑娘说不是便不是了 谢将军这样清代姑娘 将军福总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我知道她没听进去 但并非自我安慰 我不信那是谢崇楼 那一日在金陵寺 她吻了我 说她不信天命 不信缘分 可方才 哪个人骑在马上 亲口告诉我 你我缘分已尽 她不是谢崇楼 她不会是谢崇楼 前世种种我也未曾往这里想 然而如今我已重火已是 或者某些怪力乱神之事 并不只是神话传闻 我靠着这一点荒唐又大胆的念头 勉力支撑着自己回到太父府 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藏书阁 外面也有消息时不时传进府中 据说谢崇楼入宫谢恩时 带上了沈秀 还想让皇上为他们赐婚 拟止时却让太后拦住 只说谢崇楼毕竟不久前才与我退婚 只是还是缓一缓的好 接着宣平后府便派人亲自登门 将沈秀接了回去 据说那沈姑娘是宣平后王妻所生 虽为嫡女 宣平后续闲后 她日子却过得并不好 小枝同我念叨了一阵 又看向我身边厚厚的一摞书 姑娘究竟在找什么 我压着手中纸叶 抬眼恍惚了一瞬才到 破解之法 也始终记载了不少怪力乱神之事 却无一件与如今的谢崇楼相似 脑中似乎困着一团巨大的迷雾 令我横冲直撞也不得要领 一瞅莫展之际 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人 玄臣大师 只是还未等我寻到金灵寺 谢伯父与谢伯母已经带着谢崇楼上了门 谢伯母与母亲私交甚堵 提起退婚一事 不肯怪我 只说是谢崇楼的错 我这辈子 只认准招招这一辈媳妇 旁的心术不正之人 休想嫁进来 谢崇楼脸色一沉 母亲 我与陆昭一婚事已退 那又如何 谢伯母眼波一横 便是你取不得招招 也休想将那宣平后福的沈秀取进来 谢伯父也一脸严肃 去 你前些日子在城门前那般作为 该向赵义道歉 谢崇楼被逼着过来 向我行李道了歉 却是满脸不甘 仿佛受到折辱般的神色 他侧头间 目光落在谢伯父与谢伯母身上 眼中竟掠过几次凶狠的杀意 我握着茶杯 忽然将在原地 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前世谢伯父与谢伯母突如其来的病逝 又一次撞入我脑海 谢伯父习武数十载 谢伯母也是一项身体康健 怎么会突然双双病重 前几日在城门外 是我一时冲动 冒犯了陆姑娘 谢崇楼朝我失了一礼 重新站直身子时 唇边却有一丝转瞬即逝的绩效 只是你我婚事已退 如今我也已经有了心上人 日后大可不必再有什么交集 我垂下眼 我从没想过嫁给你 哦 那自然再好不过了 不等他说完 我又重新抬起头看着他 一字一顿道 我要嫁的人 是谢崇楼 是在雪地里向我许下承诺的少年 是偷偷教我剑法的谢小将军 是亲手刻了发簪送我 在梨花树下闻我的谢崇楼 不是眼前这个人 他盯着我 眼中情绪繁复 眉目间掠过一丝利器 到最后 通通退成一片冰冷的嘲弄 他说 可我就是谢崇楼 将军府的人离开后 母亲欲言又止地望着我 我沉静道 我想再去一趟金灵寺 招招 你想开点 他的语气小心翼翼 似乎怕我伤心欲绝 这桩亲事不成 你爹鱼 只有我在为你物色一桩就是了 前世他也是这般劝阻我 可我一片真心 自十二岁起便淋漓地栽在了谢崇楼身上 自是不肯 于是进宫求到太后面前 求了一封一纸 强行嫁给了谢崇楼 纵然如此 母亲也不曾生过我的气 她总是时不时上门 温声软语地恳请谢崇楼对我好一些 而谢崇楼只会不冷不热道 她既嫁进来 自然就是我谢家的人 陆夫人若是不满 我大可以写封修书 你将他接回家去便是了 后来陆家失事 母亲便连谢家大门都很少踏入 前世的困顿是我自己选择 我自吞苦果 怪不得旁人 可如今再活一回 见过了谢崇楼对我情深似海的模样 从前尘封的记忆也被重启 如同草蛇挥陷 再回望前世 才骤然发觉 不合理的地方 实在是太多了 我下定决心 要去金陵寺再见玄辰大师一次 然而京城的雪纷纷扬扬下了数日 到我去金陵寺那天 大雪封路 马车都被拦在了山下 有小和尚站在山下 冲我们双手合十 雪太大 各位施主不若等容雪后再来 小只劝我 姑娘不如先回府 等改日 既然已经来了 我不愿再空手折返 可如今大雪封山 马车上不去呀 我摇摇头 紧了紧身上的斗篷 扶着车檐下的马车 你在山下守着 我自己上去 若华山被大雪覆盖 安静北听不见一丝声响 积雪阻止我膝盖 从兔毛靴的边缘灌进去 又湿又冷 我咬着牙一步步往上走 冰冷的锐痛袭来 心头的执念却催着我 务必要上山去 求一个答案 唐洛那人真是谢重楼 我从此便不再执念 唐洛那人不是 无论生死 我总要想办法 找到真正的谢重楼 我蹚着鸡雪 再次来到精灵寺后殿时 天色已尽黄昏 不等我敲门 后殿的大门便缓缓打开 屋内陈设简单至极 桌上点着一斗灯火 玄臣大师闭目坐在桌前 四在冥想 我定了定神 走过去 恭敬师礼 叨扰了 大师 施主心中有祸 解人疑惑 算不得叨扰 玄臣示意我坐下来 鸟鸟飘起的檀香里 我的心渐渐安定下来 我来找大师 是想问 这世间可有什么办法 能另一个人除样貌外 其余都变做另外一个人 施主指的是谢施主 我心头陡然擦起一线火光 忍不住抬起身子 盯着他 是 大师可知他如今究竟身在何处 安静片刻后 玄臣缓缓睁开眼 眼睛深邃而悲悯 似乎红尘万物都在其中 幼都不在其中 以身为牢 目可视 耳可听 只是 口不能言 大殿的门不知何时开了 寒风裹挟着雪栗子从缝隙吹进来 像是直直砸进了我心里 明明裹着厚厚的斗篷 我却如坠冰枯 整个人都发起斗来 谢崇老 倘若如此 倘若前世那个人也不是他 那前世发生的一切 是不是他也看在眼里 听在耳中 只是口不能言 不能再想 我咬着纯令自己冷静下来 大师可知有什么办法 至少能让我见他一面 玄臣沉默良久 缓声道 对谢施主来说 或许执念可破万物 许是上下山时被积雪泡了个来回 我回去后 又病了几日 恰巧临近年关 哥哥回京 听闻了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 气得要上门找谢崇楼讨公道 被我拦下 他不是谢崇楼 我已在床头 唇色发白 语气却坚定肃然 哥哥只当我在为他开拓 又不愿对我说重话 气得在屋内夺步 我陆家的姑娘哪里能受这种气 招招 咱们不嫁他了 哥哥比你挑个更好的 气死谢崇楼 我被他逗笑 笑了两声 又咳嗽起来 哥哥不必担忧 我心中自有分寸 除夕 宫中有宴 我精心打扮后 跟随母亲一同入宫 其实时间也不过才过去三个月 曾经在大殿万众瞩目下施里 抱起我的谢崇楼 却再也不看我一眼 只是专注地同沈秀说着话 姿态轻逆 沈秀抬头时 看到坐在对面的我 唇角便勾出一抹挑衅的弧度 我创他遥遥举起酒杯 胜负未定 何必如此自得 历春后 我开始日日去将军府拜访 谢伯父与谢伯母自然欢迎至极 谢崇楼却见到我便冷了脸 还要嘲讽几句 死皮赖脸 我望着他沉静微笑 自然比不得沈小姐果敢大放 他吃笑一声 陆家的家教便是阴阳怪气 你从前读书 难道不是在陆家学堂 我反问道 陆家的家教 不也交出了你吗 谢崇楼 你现在说这个 莫非是连自己也一同否定吗 说话时 我微微仰着头 与谢崇楼的距离拉得极近 听我这么说 他冰冷轻蔑的眼底 忽然有笑意一闪而过 虽然只有短短一瞬 那其中蕴含的熟悉意味 却令我心跳骤然加快 第二日我再去将军府 谢崇楼却不在家 谢伯母说 他去了京郊演舞场 等我赶到时 才发现 沈秀果然也在 许氏刚练完剑 他正紧挨谢崇楼 用他袖口擦着自己额头的汗 笑意盈盈地同他说话 我走过去 微微捶眼 谢崇楼 姿态轻逆的二人忽然一愣 谢崇楼看到我 皱起眉头 谁允许你进来的 官副将 官副将小跑过来 小心翼翼道 将军 是您从前说的 若是陆姑娘过来看你 不必通传 直接放进来就是 那是从前 他面无表情道 以后谁也不许放他进来 官副将露出了 你没事吧的疑惑神情 却仍然恭敬硬了事 走过来 客客气气地请我出去 我拔出他腰间配剑 在空中利落的 挽了个剑花 剑剑摇摇指向前方 谢崇楼 来比一场吧 他愣了一愣 等回过神 匪夷所思般笑起来 陆大小姐 你莫不是看到阿秀 能上阵杀敌 便觉得自己也行了 行不行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我冲他点点下巴 先一步提剑上了阎舞台 谢崇楼站在我对面 慢条斯理地取了长剑出来 但声道 刀剑无眼 陆大小姐 阎舞厂不比你陆家温床 倘若危急生死 也怪不得我 他用的 是谢崇楼从前 练了无数次的那套剑法 动作却凝滞声色 全然不似那一日 谢崇楼在我眼前时的行云流水 而这套剑法 谢崇楼曾经一朝一世 手把手地交过我 春寒撂翘 剑刃破开带着失忆的风 直直刺向对面的谢崇楼 冰刃相交的很多个瞬间 我都不可一致地想到过去 谢崇楼握着我的手腕 几乎将我整个人圈在怀里 细致入微地交我 灼热的体温 透过薄薄的衣料传递过来 我心圆一马 忍不住分了绳 给他握住我的那只手腕 谢崇楼便挑着唇脚 嗓音含笑 阿昭 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 我强自镇定 他却俯下身来 嘴唇几乎贴上我耳畔 专心练剑 剩下的 留到我们成婚后再想 收回心神 我朝朝凌厉 对面的谢崇楼节节败退 惊怒的眼神中 渐渐多出几分阴狠 一个错身 他伸手过来 反被我钳住手腕 用尽全力死死按在地上 从腰间拔出 从前谢崇楼送我的匕首 狠狠向他的眼睛扎去 陆昭义 他惊叫一声 语气恐惧至极 甚至带着一点撕裂的沙哑 那一瞬间 他眼中光芒闪烁 明明暗暗 片刻后 退成一片熟悉的 曾经无数次 入我梦境的神采飞扬 匕首间堪堪 停在离那双眼睛寸许的位置 我颤抖了两下 接着手腕被一股力道握住 温柔但有力 那令我魂牵梦营的声音 终于又一次想起来 阿昭 纵使是同一个人 同一句屈翘 同样的声音 我却能奇异地 分别出其中的差别 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反而视线请客被泪水模糊 一下子就泄掉了全身的力气 朗日高悬 春光渐醒 我死死咬着嘴唇 感受着他的手一点点往上 摸到了我发间那只春海棠发簪 好姑娘 他轻声说 春天来了 金碎的春海棠也要开了 说完这句话 他就轻轻闭上眼睛 晕了过去 我慢慢缓过神 用长剑指着自己站起身 目光扫过阎舞台下 官复将急忙叫了人上来 将谢崇楼抬到阎舞场外的谢府马车里 我定了定神 正要跟过去 眼前忽然冒出一个人 伸手拦了我 是沈秀 他看向我的那双眼睛 不再如从前般充斥着高高在上的怜悯 反而恼怒又急恨 你把他怎么了 徐 谢崇楼 他死死盯着我 立声呵斥 你究竟使了什么手段 对他做了什么 我扯了扯唇角 沈小姐 这话该我问你才对 听我这么问 他反而愣住了 不 不可能 你是如何知道的 你不过就是 不过就是什么 他没有说完 我暗自皱了下眉头 继续道 我与谢崇楼青梅竹马十六载 心意相通 他身上的变化 我又怎么会看不出来 青梅竹马 他咬牙吐出四个字 看我的眼神里 凝着一股清晰的恨意 陆昭义 像你这样的人 家世优越 父母宠爱 还有个千般万般好的青梅竹马 对你以往情深 可是凭什么 凭什么你什么都不用做 就可以正大光明地获得这一切 你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吗 虽为敌女 却因继母刁难 连他身边有头有脸的丫鬟都不如 谢小将军将暗器送给我那一刻起 他就是我人生中唯一的光芒了 你已经拥有了一切 为什么还要夺走他 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种诡异的痴迷 我知道那暗器不是谢重楼想送给他的 却也无意澄清 只是转身离开演武场 策马向将军府而去 谢重楼昏迷了整整两日 除我以外 沈秀也守在将军府 大概是要等个结果 谢重楼醒来 是在两日后的黄昏 暮色低垂 天空阴云密布 似乎有一场暴雨将至 他在床上 缓缓睁开眼睛 我死死地盯着他 直到 对上一道冰冷的 阴狠的目光 心一下子向无底深渊坠落而去 沈秀惊叫一声 狂喜般向他扑了过去 他抬手将沈秀揽在怀里 抬眼望着我 讥讽道 陆大小杰 真遗憾 你的竹马大概是回不来了 在心底被巨大的恐慌席卷之前 我用力咬了咬唇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是吗 如果他再也回不来了 你又在怕什么 在看到他神情中出现一丝恼怒时 我的心反而松懈下来 你很聪明 敢用生死毒我会放他出来 良久 他终于缓缓开口 可有些事 是剧情早就设定好的 谢崇楼再厉害 也不过是命运不可更改的书中人罢了 你们 没有胜算 他语气里的傲慢一览无余 落在我身上的目光 也是不屑又轻飘 谢崇楼有一张浓墨重彩的脸 由他的相貌做出这样的神情 看上去十分违和 可这人却察觉不到似的 反倒是浮在他胸前的沈秀 微微僵了一下 那一瞬间 我脑中闪过一个古怪的念头 似乎 沈秀虽然与这个占据了 谢崇楼身体的奇怪魂魄魄颇为亲密 然而他内心主义的那个人 却是真正的谢崇楼 回到太傅府后 夜里 我做了个古怪的梦 梦里 我与谢崇楼竟是画本里的人物 我是太傅嫡女 她是少年将军 轻为竹马两小无猜 到16岁我及及时 顺利成了亲 然而婚后 因为哥哥在任上做出了政绩 谢崇楼又立下战功 陆谢两家权亲朝野 引得军心忌惮 以为谢家有谋反之心 鲜有超家之祸 关键时刻 却是沈秀挺身而出 以自身性命为谢家 博得一丝喘息之机 而他这么做的原因 仅仅是年少时 曾对街上策马而过的 谢崇楼惊鸿一瞥 便从此轻了心 只是 梦里的沈秀 性格沉默又怯懦 虽然被迪姆欺辱 却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 任凭他将自己嫁给了 年过半百的静远侯做续弦 他这一生 做过唯一勇敢的事 就是为了谢家 为了谢崇楼 梦中场景浮光略影般闪过 到最后 我缓缓睁开眼 天色已经大亮 我撑着额头缓缓起身 神思还未从梦中彻底清醒过来 昨日在将军府 那个陌生的魂魄口口声声说 谢崇楼是命运不可更改的书中人 倘若如此 那他与沈秀 便是看书之人吗 如今的沈秀 性格与我梦中差别如此之大 是否也如谢崇楼一般 被一个不知来历的陌生魂魄 占据了身躯 从前我本不信这等荒唐的怪力乱神之事 甚至前世 谢崇楼心意骤变 连同性子也一同天翻地覆之事 我都未曾这么想过 可如今 我亲历了中火仪式这样奇妙的事 大胆的猜想才浮出水面 又被我一步又一步的验证 用早膳时 母亲一脸欲言又止 望着我的眼睛里写满担忧 今日大雨 你还要去将军府吗 自然 我要日日去将军府 日日出现在那陌生魂魄和沈秀面前 纵使一时不能换回谢崇楼 但也要叫他们寝食难安 因为 唐使今世的谢崇楼并未消失 而是被困在他的身躯里 那么前世 也一定如此 所以前世 他在自己的身体里困顿 眼看着双亲被害 我被舍辱 谢家的风骨和骄傲 一步步走向溃败 却什么也做不了时 又会是怎样的心情 我将青此碗中的杏仁牛乳一饮而尽 让小芝去换人被马车 鞋里却忽然伸过来一只手 修长手指握着一柄十六股的油纸伞 嗓音有着雨声也不曾模糊的冷肃 我与你同去 是哥哥 起先我不解其意 直到那一日 京城落了十数日的大雨难得停了 我想去首饰铺子挑些东西 无意中听到旁人议论 听说陆昭义自请退婚后 谢小将军又立了战功 他后悔了 然而谢小将军已经遗情审秀 他只好死缠烂打 日日追到将军府去 怎么敢都赶不走 陆太夫一声清廉 到头来 名声倒是都叫这个女儿丢尽了 可不是吗 未出阁的女子竟然上赶着追去男子家中 只怕下一步便是要解一线踏了 我握着预料的手陡然将在半空 旁边的哥哥伸出手来 捂住我耳朵 招招 不要听 他深邃的眼睛里 满是心疼之色 我要听 我缓缓深吸一口气 拿下他的手 微微一笑 哥哥 这些话 我都会一字一句地记在心里 何况与前世的哲乳冷落相比 旁人几句闲话 又算得了什么 那时我尚且不知眼前我自以为的心上人 早已不是与我两小无猜的谢崇楼 只是百思不得其解 不明白他为何变心 又为何要轻慢羞辱我 到那个地步 如今真相一点一滴 抽丝剥茧般在我面前展开 我也自前世的记忆中打包出那些散碎的片段 他们共同拼成了我对谢崇楼涅槃后更加厚重的心意 还有心底越发清晰的坚决 我是陆昭义 我不会向任何人认输 哪怕是两个来历未知的魂魄 天气晴好 从首饰铺子出去后 许氏为了哄我开心 哥哥提出 听闻城外满月坡的春海棠已经开了 今日是朝朝生辰 哥哥带你去看花 我挣了挣 忽然反应过来 是啊 今日是三月初六 我弟生辰 这些日子 我满心想的都是如何对付那两个陌生魂魄 竟连自己的生辰都忘记了 而放在以往 每年逢我生辰之时 谢崇楼都会精心准备一份礼物 再亲自送到太夫府 有一年 他送来的必洗手串 哥哥已经送过了一样的 少年便一扬眉 拽着我出去 逛遍了半个京城的首饰铺子 也没挑到最好的 最后 他带我策马行至满月坡 看了初春时分开的最漂亮的春海棠 我已经命人从满月坡嫁接了枝条回去 不出三年 等你嫁来将军府 便能看到满院的春海棠了 回过神 马车却在半路停下 是哥哥的同僚来找他 说朝中有要事相伤 他犹豫地回头望了我一眼 我了然道 哥哥 你自去忙你的 不过是赏花 我自己去就是了 好 那你尽早回府 爹和娘也准备好了为你庆祝生辰 我与哥哥分别后 马车一路行至满月坡 满山的春海棠已经吐露新芽 却不见一树有花开 我叮嘱车夫在外面等着 自顾自提着裙摆跳下了车 往海棠花林深处走去 大约走了一段路 眼前视线忽然辽阔 从心率切换至一片跳脱而明丽的 深深浅浅的粉白 我一时愣在原地 身后却有熟悉的声音响起 语气里尚带眷色 却不演笑意 啊招 回过头 谢崇楼一袭红衣 双臂抱歉 正已在树上冲我笑 微风掠过 浮动些许细碎的额发 趁得他眼尾那颗朱砂痣分外明艳 有那么一瞬间 我几乎以为这是幻觉 直到他一步步走来 将我切切实实揽在我怀里 微热体温与清烈香气一同涌上 我骤然意识到 这是现实 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眼泪就肆无忌惮地躺了出来 你怎么忽然出来了 我揪着他一斤 一瞬泪如雨下 那个人呢 沈秀呢 他一手捧着我脸颊 迫使我抬起头来 温柔灼烫地稳落在我唇上 揽在我腰间的另一只手 也更用力了些 那日我说 今年的春海棠要开了 今天是你的生辰 啊招 我总要陪你再看一回花开 我连在梦里 都不敢正大光明盼着这样的场景 与我交缠的唇舌 贴着薄薄衣料的指尖一般滚烫 像有火焰在烧 前世 碍于规格女子的矜持内敛 成婚前 我与谢重楼不曾有过任何语举之举 以至于后来经历了那样骤然的分崩离析 我再也没有机会和真正的谢重楼肌腹至亲 我想 也许上苍给我重来一回的机会 就是为了弥补这样的遗憾 一树海堂下 谢重楼终于结束了这个绵长的吻 他用鼻尖轻轻碰了碰我的鼻尖 低声道 这些日子 我却内心欢心 今日知道是你生辰 我偏了全力挣脱出来 只想来见你一面 阿昭 我真高兴 你十七岁的生辰 亦是我陪着你度过的 许是因为长久被囚困在身躯的牢笼里不得挣脱的缘故 他眉眼间凝着一抹淡淡的眷色 那双眼睛却已经明亮 清澈 倒映着春海棠的艳色 我在他眼睛里 寻到了一整个盛开的春天 回过神来 我轻声问 许志远是谁 就是寄生在我身体里的那个魂魄 我却内心同我解释 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说些奇怪的话 我听不懂 但似乎他们彼此却很理解 还有几回 我听到沈秀提到他们那儿的地方 就好像 他们来自同一个与我们不同的世界 沉默片刻 我到底是问了那个关键的问题 所以那个许志远占据你身体的时候 你依旧能看到和听到外面发生的一切吗 嗯 不过如果我出来的时候 他是察觉不到的 玄尘大师说的事情被谢崇楼亲口证实 我心口像被一记重锤砸下 刚止住的眼泪又快忍不住流了出来 倘若如此 前世的谢崇楼一定也困在自己的身体里 亲眼目睹了陆谢两家发生的一切 他看到了一切 也听到了一切 却什么也做不了 别哭了 啊招 谢崇楼伸手 轻轻擦掉我眼尾降落未落的眼泪 其实他并非温和沉静的性格 在我过往的记忆里 谢崇楼总是神采飞扬 桀不逊的 我十四岁那年 他先一路马过长街 眼尾诛杀烟红四血 胜过京中万千风景 以至于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与我同岁的规格少女们提起谢崇楼 总是将他视为理想中的夫婿人选 他不善温柔 人生中为数不多的几次温柔服软的时刻 却都是在我面前 许氏为了哄我 他很快转移了话题 其实除你之外 我爹娘应该也察觉到了什么 他们对许志源保持着很强的戒心 我娘前两日还去了金陵寺一趟 想必是去找那法号玄臣的老和尚 看看有没有什么破解之法 提到谢伯父谢伯母 我心中忽然一个机灵 想起了他们前世不同寻常的病史 如果那个时候 他们就已经察觉到了谢崇楼身上的异常 许志源唯恐真相被发现 对他们下了毒手 所以谢伯母临终前 才会握着我的手 说出如今我要去了 你便只当他跟我一同去了这样的话 他没有告诉我真相 大概是怕许志源如同对他们一样 也对我按下毒手 那玄臣大师有没有跟谢伯母说什么 谢崇楼缓缓摇头 许志源偷听时 我也听到了 玄臣已经离开金陵寺 云游四海去了 我娘并没有找到他 只好无功而返 正是因为此事 许志源同沈秀吵了一架 情绪激荡时 我寻到了一丝破绽 暂时领了上风 但那一日在西南战场 我为沈秀所出卖 身陷敌境时 他忽然出现在我脑中 接着我就再也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 我想 事情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那日你短暂地换回我之后 他提到书中人一词 或许便是破解之法 他说着说着 眼睫低垂 似是困了 声音也缓下去 轻得仿若低难 阿招 你别怕 一阵风吹过 有灵星的春海棠被吹落之头 落在我们身上 谢重楼扶在我膝上 又一次昏睡过去 他没有让我放弃 没有劝我就此打住 另觅良人 哪怕这条路再往下走 很有可能九死一生 他很了解我 一如我了解他 我背着谢重楼 一步步走出海棠花林 让车夫将马车驶至将军府 趁着许志源醒来之前 我单独寻到谢伯父和谢伯母 郑重地告诉他们 除夕前几日 我去金灵寺见过了玄辰大师 谢伯母嘴唇颤了两下 几乎落下眼泪来 招招 你也察觉到了 是不是 他踉跄一步 身子摇摇欲坠 一旁的谢伯父连忙扶住他 是 我还见过了真正的谢重楼 伯母安心 他还活着 还没有消失 只是暂时不能与你们相见 我后退了一步 朝他们深深地拜了下去 我会用尽一切办法 让他彻底回来 只是在此之前 还请您和伯父万万保重自己 不可让冒名顶替之人寻到可乘之机 只要活着 总有再见难一日 我回到太傅府中时 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 哥哥立在门口等我 见我下车 便迫不及待地迎上来 招招 我见他眉目间神色凝重 不由微愣 怎么了 行之内听 哥哥才告诉我 前些日子 像西八百里的白鹤厅13周连日暴雨 河水漫灌 冲破堤坝 涌入城中 致使白鹤厅一旦鸣不聊生 流寇横行 早前 白鹤厅便有逆贼折服 如今他们混入流寇之中 已经悄悄向京城而来 我恍然大悟 所以之前同僚着急忙慌地来寻哥哥 便是为了此事 是 接下来京中动荡 各处城门都会严查出入 招招 你无事便不要出府了 他微微一顿 继续道 谢崇楼身为将军 也会领兵于京城各处巡逻 倘若我遇见他 自会问候两句 后面半月 我没有再出府 却也能从下人们的闲谈中 听出外面京城的暗流涌动 我在府中无事 干脆将那日梦里的场景尽数写了下来 连同我从谢崇楼 玄臣大师和前世回忆中获得的一切线索 统统写在了纸上 唐使如许志远所言 我与谢崇楼都不过是画本中的人物 那看上去高高在上 总是以俯视姿态看着我的许志远和沈秀 便是看过画本的人 真正的沈秀沉默寡言 连死亡都是寂静无声 而如今这个陌生的魂魄 却对他的野心和对我的轻蔑极恨毫不掩饰 玄臣大师说 执念可破万物 谢崇楼说 也许书中人一词 便是破解之法 我皱着眉头 纸笔在纸上画了几道 又在许志远那日说过的剧情 不可更改上重重画了个圈 漠然间 一道亮光擦过我脑海 不对 不对 剧情并非不可更改 倘若那天我在梦中所见的一切 就是画本中发生的一切 而前世我经历的一切 都是许志远和沈秀出现后 对于画本的改变 那从这一世他们傲慢的表现来看 这两人仍然将我当作最初画本里那个 什么都不知道的陆昭仪 他们 不知道我已经中火了一回 或许这便是破局之点 我丢了纸笔出门 准备去寻哥哥问一问京城如今的近况 半路却遇上了厨房的月娘 她正背对着我 同小丫头说话 昨日我出府采买 竟在路上遇到了玄臣大师 小丫头好奇道 不是说玄臣大师出京云游去了吗 如今京城外面四处都是流寇 灾民也不少 到底还是京中最安全吧 月娘摇头 我遇到玄臣大师时 他满身灰尘 脸上还带伤 似是吃了不少苦头 我将这话记在了心里 行至书房 恰巧撞上了父亲和哥哥 二人皆是一脸严肃 崇楼这般座位 实在不堪 他与我陆家再无瓜葛 倒是连累了老谢 一把年纪还要替他善后 我听得不对劲 忙问父亲 谢崇楼怎么了 昭昭 父亲一脸犹豫 到底还是告诉了我 前两日 有流寇从崇楼负责守卫的 西南门潜入京城 将京城服役一家老小歌喉 还留下书信挑衅 天子震怒 在朝堂上不留情面地 斥责了崇楼 霸了他二品将军的官位 还要在将最下狱时 老谢站出来求情 主动交出了手中大半兵权 这才让崇楼免于责罚 这下父子二人都被皇上下令 在府中禁足思过了 我脑中轰然一声巨响 从父亲担忧的眼睛里看到自己煞白的脸色 前世亦有流寇入京 却并未引起这么大的乱子 哥哥皱着眉道 还好昭昭没嫁过去 只是谢崇楼怎么忽然变成了这样 莫非是与京城那些顽固子弟私混的后果 顽固子弟 周贵妃母家的那几个 向来不老实 整日混迹赌场勾兰 哥哥说到一半 连忙来扶我 昭昭 我用冰冷的手反握住他的手 勉强勾出一个笑 哥哥 我没事 可怎么能没事 那是谢崇楼 是15岁便一起当先战退北枪 铭满京城的谢崇楼 是自有一身傲骨 桀骜不风流的谢小将军 是月下几否儿歌 敲剑坐月声的清朗少年 他怎么敢让他变成这样 他怎么敢 我苍白着脸色回到房间 思虑许久 到底决定再去一趟金灵寺 找到玄辰大师问一问 第二日一早 小只便背了马车 同我一起出发 马车沿着若华山一路向上 半道却忽然停了 外头安静的不正常 渐渐弥散的血腥味里 我心下微沉 猛地掀开车帘 车夫的尸体 当着我的面倒了下去 原本护在四周的侍卫 也同样横尘在地 不见生机 姑娘 小只惊慌失措地 把我往后拽 想挡在我身前 我摇摇头 把他推进最里面 低声道 多好 跳下马车 我环顾四周 一眼就望见了 不远处已在树竿上 姿态慵懒的沈秀 一瞬间 我什么都懂了 陆昭义 他吃笑一声 你还真敢来 我静静地看着他 你是如何买通 我太夫妇用了十年的厨娘 倘若是你身在低位 给你摆两黄金 只说几句话 给那些高高在上的主子听 难道你会不同意 蠢东西 杀了京城府尹的刘寇 还未捉到 你倒真敢带着胆子 为了一个男人跑出来 你不是吗 我笑了一下 你心悦谢重楼 他却对你无异 你不惜找个假的 装出喜欢他的模样 也要欺骗自己 已经与他两情相悦 你闭嘴 沈秀神情默然一变 力声冲我身后呵斥 捆了他 我心头一沉 下意识就要去摸藏在腿侧的匕首 然而身后的人终归比我更快一步 狠狠记在了我颈侧 视线彻底黑下去之前 我看到那敲晕我的人 脸上有一道横跟整张脸颊的刀疤 似乎哥哥告诉我的 那手中沾染了京城府 尹家十数条人命的刘寇之手 就有一张这样的脸 我再次醒来 是在一辆摇晃的马车上 车内被厚厚的不连遮盖岩石 光线昏暗 瞧不出白天黑夜 外面大概是又下雨了 雨声急促又密急 双手被捆 我有些艰难的撑着车臂坐起身来 指尖却无论如何也够不到匕首的位置 别动了 身旁忽然有人冷冷到 就算你弄断绳子也逃不出去 抓你的这些 都是亡命之徒 逼急了大不了当场杀了你 一刀的事情 竟是沈秀 我证了证 忍不住笑了 怎么 你找来的人临时反水了 他不应声 我便又向四周暗色里细细看过一圈 确认没有看到小枝 才算放下心来 沉默良久 沈秀突然道 不是我 是谢重楼 那流寇不是偷溜进京 而是他有意放进来的 我只是没想到 这些人丧心病狂 明明收了钱 却连我也不肯放过 他语气里带着懊恼 似乎在后悔 但我很清楚 他后悔的 并不是找人对我下手 而是找错了人 致使自身也利于危境 他自私凶狠 恶毒不堪 与原本的沈秀无半分相似 却打着为他鸣不平的旗号 做出诸多令人不耻的恶事 沈秀话音未落 马车忽然停了 接着车帘被猛然掀开 露出一张笑容猙獰的脸 两位姑娘 劳驾下车了 他们将我与沈秀带下车 一路推搓着进了一间破旧的宅子 刚在正厅站定 沈秀便恼羞成怒地质问他们 你们好大的胆子 收了钱还敢这样办事 不怕谢重楼找你们麻烦吗 坐在最前方的刀疤脸文言 竟然微笑起来 若是从前那声名在外的谢重楼 我倒真会怕他三分 沈秀咬着牙侧过头去 恨恨骂道 妈的 废物 舔狗 刀疤脸神情一沉 他的手下立刻走上前来 甩了沈秀一个耳光 这一巴掌大约是打掉了沈秀残存的理智 他开始尖叫 被人堵了嘴拖走 正听之中 很快只剩下我与刀疤脸 他妈撒着下巴 饶有兴致地看着我 谢重楼说他的前未婚妻是个娇娇的千金小姐 如今看来 倒真有陆太傅几分风骨 不愧为陆昭玄的妹妹 你认识我哥哥 岂只认识 他眼中有凶意一闪而逝 陆昭玄追杀我一路入京 若不是谢重楼为我掩护 我早下了大狱 陆小姐 你哥哥这般与我过不去 我又该如何招待你呢 他缓缓走到我面前 攥着我下巴端向片刻 忽然拔出配在腰侧的短刀 用刀刃抵着我喉尖 我沉静地望着他 你不会杀我 陆小姐很聪明 我还要用你换一些东西 自然不会杀你 他放下短刀 大手一挥 把人带走 对了 记得搜身 别留下什么利刃 伤了陆小姐可就不好了 我心下一沉 藏在腿侧的匕首被搜走了 我则与沈秀被关进了同一间柴房 门与窗都有专人把守 其实我身上还留着一件武器 是外上的素银桌子 看上去不起眼 按下开关后重新扣上去 却能重组成一柄锐利的小刀 是谢崇楼13岁那年亲手设计出来 留给我防身的 不过此情此境 纵然拿出来也无济于事 不如再观察几日 另寻良机 我与沈秀在柴房之中关了两日 这期间 从守着门外的人闲谈中 也零零碎碎拼出了外面的近况 那一日 我被敲晕带走后 小只一刀刺入马背 任马车一路狂奔 窜入若华山深处 临近天亮时 他才满身是伤地回到太傅府 哥哥听说了此事 当即带兵从城中一路搜到城外 这期间 似乎用着谢崇楼身体的许志远 也跟了上来 神情焦急 我想 他大概是来找沈秀的 傍晚 我正靠在墙上思量对策 刀疤脸乎地踹开房门 目光自我与沈秀脸上扫过 寒声道 带走 趁着夜色 我们又开始往西走 我心有了悟 大概是哥哥带着人马搜到了这里 他们不得不被迫带着我与沈秀转移 我们是最后的筹马 深更半夜 马车在一处野草蔓生的荒原停下 外面不知何时又细细沥沥下起了雨 夜色中雨雾弥漫 刀疤脸的手下将我和沈秀拽下车 推嗓着在他身后站稳 借着雨水中露出的一点月光 我看清了前方不远处站着的那道人影 谢崇楼 心头一松 我就要张口实 身边的沈秀已经先一步哭出声来 许志远 你这混蛋 怎么才来 不对 那不是谢崇楼 他目光默然地扫过我 落在沈秀身上 许是看到他如今自容狼狈 眼中掠过几丝心疼 刀疤脸笑着道 谢小将军 你也知道 搁几个杀了京城府尹 身上背了人命债 到哪都抹不开 你从前给个那些钱 怕是不太够 只好出此下策了 他神情难看到 你还要多少钱 刀疤脸竖起两根手指 一万两黄金换一个人 很公平吧 许志远默然道 我给你一万两 我只需要带走一个人 至于剩下那个 还是留给他哥哥来就吧 他当着我的面 将金票和一只 装着散金的匣子 交给刀疤脸 从我身边带走了沈秀 为他松了绑 焦急地问他有没有受伤 沈秀一边应声 一边看向我 目光自得又不屑 他亦有所指道 陆昭义 对你这样的官家小姐来说 贞结怕是比性命还重要吧 倘若你失了针 别说是谢崇楼了 你以为这京城中 有任何一户在乎生育的人家 还敢把你娶回去吗 说完这句话 他就和许致远 共乘一匹马 踏雨而去 刀疤脸转过身来 看着我 陆小姐 看来 没有人愿意救你了 没有人救我 你又要将我如何呢 自然是 他话未说完 后面忽然有人 亮亮呛呛地跑过来 一头栽倒在雨水里 声音带着撕裂的悲怆 大哥 二哥被那陆昭玄 带来的人乱箭射死了 我的心默然向无底深渊沉去 刀疤脸神情一收 看向我的目光冷锐至极 片刻后 他缓缓道 好好啊 陆小姐 一命长一命 你哥哥杀了我这么多弟兄 纵使他们贱命一条 加起来也够你底了吧 陆小姐 我不要你的命 我要你的真结 他用短刀割断束缚我的绳子 刀尖又沿着一群一路割下去 露出光裸的尖头 这陆家娇生惯养出来的大小姐 如何玉体横尘 也让我们这群粗人欣赏一番 他收回短刀 命令手下 扒了他的衣裳 赤身裸体掉在树上 让陆大人好好看看 我忍不住发抖 手指颤抖着勾到腕上的银镯子 按下机关 反手扣上去 组成一把小刀 那又如何 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上去镇定 真结于我而言不过二 我不在意 谢重楼也不会在意 刀疤脸走近两步 猙獰笑道 可是陆小姐 你的声音在发抖 就是此刻 我猛地抬手 手里小刀狠狠插进他眼睛里 温热的鲜血溅在我手背 黏腻的心气弥散四周 因着这下动作 原本就被划开的一群撕裂得更加彻底 几乎完全从上身脱落下去 露出月白色的小衣 发尖的春海棠发簪落地 摔了个粉碎 刀疤脸捂着眼睛惨烈大叫 杀了他 千军一发 忽然有急促的马蹄声游远极近 月色并着雨水一同落下 有人破风而来 马匹接连撞翻了好几个流口 而他在七零八落的人群里叫我捞起来 紧紧揽在怀里 嗓音气血发紧 可眼睛亮若星辰 阿招 是谢虫楼 是真正的谢虫楼 我缩在他怀里 身下骏马飞驰 身后喧嚣渐渐远了 只有夜色里细密又急促的雨声 和略过耳边湿冷的风 阿招 他腾出一只手来 替我擦掉脸上密布的雨水 却在摸到我眼角渗出的温热时 漠然一颤 声音嘶哑 对不起 阿招 是我来晚了 数日紧绷的心在这一刻骤然松弛下来 我想开口说点什么 可张了张嘴 却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只好无声的 泪如雨下 想说的话有很多 比如我知道你会来 比如我真的好想你 比如前世的很多次 我都希望你能像如今这样降临在我身边 一把拦住我 带我脱离那片我亲自步入的泥闹 然后对我说 阿招 我带你走 可我终究什么也说不出来 因为我知道 一切还没有结束 谢虫楼的魂魄不知何时又会被强压下去 由那个卑劣不堪的许志远再度占领 而我不知何时才能找到真正的破局之法 让他重新彻彻底底地回来 我们之间能拥有的 不过只有这一场雨里破空而来的短暂拯救 和全然未知的未来 谢虫楼紧紧搂着我 愈发愁密的雨声里 他一声又一声地叫我 阿招 阿招 我说不出话来 他却郑重其事地说 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语气庄严 仿若承诺 我不知道如何应声 有些艰难地侧过身 仰头向他看去 却见谢虫楼眼底情绪忽然剧烈翻滚 片刻后 他咬着牙 从唇间挤出一句低沉的 带着怒意的咆哮 从小爷的身体里滚出去 话音降落 他反手将匕首插入肩头 许是疼痛太过剧烈 他眼里那股激烈的情绪有些许消退 我心下一领 忽然想到之前沈秀说的话 连忙乘胜追击 沈秀骂你废物 说你是舔狗 他本就对你无异 他真正喜欢的人是谢虫楼 若非你在谢虫楼的身体里 他又怎么会多看你一眼 气氛一致 谢虫楼眼中沉欲翻滚的情绪忽然退去 灿灿滑光一点点亮起 像是晦暗雨夜中 漠然落在人间的星辰 雨渐渐停了 天际晨光细微 有一缕滑金字翻滚的蛋白色边缘照出来 谢虫楼带着我停在太夫府门口 用身上湿淋淋的披风裹着我 大步跨进门 朝朝 母亲带着哭腔的声音响起 接着眼前光线一按 父亲在谢虫楼面前站定 盛怒之下 终于忍不住给了他一耳光 谢虫楼 短短三日 他的声音似乎苍老了许多岁 我陆家从未做过半分对不起你的事情 便是朝朝从前任性 求到太后面前退了婚 你心有怨气 只当我叫女无方 有什么不满冲着我来就是了 你为何 你为何 他几乎要说不下去 挥挥手 示意谢虫楼先将我抱进房间 我头发上的雨水还未干 湿淋淋的贴着脸颊 他将我小心翼翼地放在软榻上 俯着身 将我凌乱的头发一点点梳理整齐 小只哭着扑过来 攥住我冰凉的手 姑娘 阿招 你先沐浴 换身干净的衣裳 谢虫楼轻声道 以后万事有我 从他救下我到现在 一整夜已经过去了 许志远的魂魄从我说完那些话开始 便再也没有动静 他究竟是消失了 还是暂时折服了起来 一切都不得而知 我沐浴结束 换了身衣裙出去时 谢虫楼正跪在庭院之中 我爹娘面前 父亲做了半辈子的儒雅太妇 如今却瞪着谢虫楼 眼中怒气从生 从今天起 你与我陆家再无关系 爹 我有些焦急 提着裙摆跑过去 想要解释 却又不知该如何开口 谢虫楼却默然抬眼看过来 他眼中光芒灿灿 无声地告诉我 招招 不用替我说情 伯父 一切错音皆在我 他冲父亲恭敬叩首 在直起上身时 原本清朗的嗓音里 多出了几分肃杀的含义 这件事 我总会给您和伯母 还有阿昭一个交代 父亲仍然冷着脸 我不要你的交代 谢虫楼 我只希望你不要再踏入我陆府大门 晚上后 哥哥回来了 他领兵一路追至京城外 向西二百余里 终于与那伙流寇再度相撞 除去瞎了一只眼的刀疤脸 和几个手下之外 剩下的流寇尽数被击杀 他们还在半路遇到了被扔在树下 已经昏迷的审秀 虽然不情愿 哥哥还是让人将他带回京城 送到了宣平后府 听闻白日里是谢虫楼送我回来的 哥哥的神情冰冷至极 他怎么还有脸来陆府 爹 娘 你们可知 谢虫楼明明已经先我一步寻到了昭昭 却只带走了沈秀一人 最后几个字 哥哥说不下去了 他眼尾微微发红 看向我的眼睛临满是心疼 前世我嫁给谢虫楼后 哥哥曾多次上门求见 都被拦在了将军府外 而我自吞苦过 只觉得无颜面对他们 便也没有再见过他们 后来天子忌惮陆甲 哥哥便被寻了个由头 发配了边陲小乘坐之舟 为得圣命 不得回京 此后数年 一直到我死去那日 他都没有再回来过 而如今 听他这么说 爹娘也起起看向我 眼中心痛与怒气并生 心痛是对我的 怒气 自然是针对谢虫楼 我心知不能再瞒着他们 回身去关了房门 转过头 认真道 爹娘 哥哥 你们仔细想想 谢虫楼与我青梅竹马十六载 亦是谢伯父一手交出来的 他怎会如此 哥哥冷道 人总是会变的 是啊 人总是会变的 前世我亲眼所见 便是用这样的话来说服自己 以至于在日复一日的痛苦煎熬中 忽略了那些不合理的细节 诱惑者 那个真相太过离奇 是我太过懦弱 不敢深想 我深吸一口气 那不是谢虫楼 是寄居在他身体里的陌生魂魄 爹娘和哥哥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片刻后 哥哥猛然伸手 捂住我的嘴 召召 慎言 圣上曾险些被巫蛊尽数所害 最不喜人提这些怪力乱神之事 父亲却一脸凝重 如此 之前他的种种荒唐行径 都是那陌生魂魄所为 是 沉默良久 父亲到底是叹了口气 纵然我们信了 皇上也不会信 他从前太过荒谬 流寇入城仪式以令圣心不满 倘若再有一回 恐怕便会名正言顺地降罪了 烛光跃动 昏黄的光芒里 我看向面前的爹娘和哥哥 三人皆是神情肃穆 望向我的眼神也不满担忧 我抿了抿唇 轻声道 如果真有那一天 我必倾尽全力 不会连累陆家 陆昭义 哥哥冷喝一声 我从来听过他用这样严厉的口吻对我说话 你是陆家的女儿 是我的妹妹 我们与你始终是一体的 烛光明明暗暗地笼罩过来 他清俊的脸颊染上一层冷素 我来想办法 接下来几日 我没再见过谢重楼 听闻他带着官副将 只要人一路策马出了惊 向刀疤脸逃窜的白鹤厅一带而去 与此同时 哥哥开始暗中联络 他在朝中关系甚堵的同僚 试图想办法为谢重楼脱罪 我难免心有愧疑 母亲察觉到了 特意带了我爱吃的点心和甜汤 来我房中探望 昭昭 昭玄是你哥哥 你前些日子魂不守舍 日渐憔悴 我们都看在眼里 却束手无策 我有些色然道 我知道 母亲伸手揽了我 令我扶在他腿上 像儿时一般 轻轻抚着我的头发 不要担心 昭昭 此时你爹自有分寸 然而事情远未结束 后面几日 我听府中下人闲谈 据说沈秀在宣平后府反复高热 昏迷中仍在哭闹 一时口中叫着谢重楼 与一个陌生男子的名字 一时又沉默寡言 一语不发 在后来 京城中渐渐流言四起 说陆太傅的女儿 被刘寇炉走后失了真结 如今已经是破邪一支 甚至有人为谢重楼庆幸 庆幸我一早便提了退婚 他逃过一劫 也是在这个时候 谢重楼终于回京了 他策马飞驰八百余里 带回了包八脸的向上人头 入宫求见天子 听闻他回京时 沈秀曾在城门处拦马 却险些葬身马蹄下 他受了惊吓 被宣平后府的人强行带了回去 幽禁在府中 皇上见了匪首的向上人头 神色稍缓 又有朝臣禁言 便顺水推舟令谢重楼将功折罪 官复原职 不日就要出发 平乱白鹤厅十三周 哥哥回府后 第一时间便找到了我 退朝后 谢重楼又去求见太后 恳请太后重新为他与你赐婚 我漠然正在原地 太后已经允了 谢重楼求太后重新赐婚与我的消息 一时很快在京城四下传开 据说谢老将军对此甚为不满 下朝路上拦住陆太傅 二人大吵一架 彼此口出恶言 多年老有就此绝交 我明白了父亲的打算 他一定是和谢伯父商议好 将陆谢两家的势力彻底分割 以求皇上不会再心生忌惮 又起疑心 黄昏时分 暮色西沉 谢重楼又来太傅府求见 却被哥哥拦在了门口 招招大病出狱 需要静养 谢将军还是请回吧 当夜 红衣灼灼的谢小将军又一次翻过墙头 落在我窗前 眉眼尖样着笑 阿昭 我回来了 我鼻子一酸 终于泪淫于劫 谢重楼 以示初夏 他身上染着几分从牧春带来的温凉 月色清灰零零落落 而他就在这样的光芒里 紧紧揽住我 将脸埋在我肩窝 我轻声问他 我们还会再分开吗 许氏受不住那一日历刃穿肩的疼痛 诱惑着深受沈秀并非倾心于他的打击 总之 这些日子我反复试探 确认许志远的魂魄已经从我身体里消失了 我难难道 是吗 其实我已然猜到了这一层 只是不知是不是受前世影响 心头总有几分不安 谢重楼用在我腰侧的手忽然一紧 阿昭 你在发抖 你在害怕什么 他微微退开了一点 却仍在很近的距离注视着我 那双眼睛里 仿佛聚集了天地初开始落进人间的第一抹月色 我几乎醉在里面 恍惚了一瞬 我深吸一口气 轻声道 你还记得那个梦吗 不知为何 我总觉得一切还没有结束 梦里的场景还会重现 谢重楼沉默许久 谋色一点点深了下去 就在我以为他会否认我的猜测时 他却默然更用力地将我揽进了怀里 紧紧抱住 阿昭 他温热地指尖顺着我腰侧一路向上 停在我脸颊边 谢重楼有一双极好看的手 骨节分明 手指修长 因着常年习武的缘故 掌心又薄茧 却显得瘦削有力 他俯着我的脸 将我并边凌乱地碎发拨到耳后 迫使我微微仰其脸 凝视着他的眼睛 那里面的月光裂开一道缝隙 露出后面深藏的隐秘的痛楚 我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梗住 忽然就一个字都吐不出来了 在去白鹤厅的路上 我总是断断续续地做着一个梦 梦里的场景 与你那天与我说过的一般无二 除非这些事情 曾经真真切切地发生过 历刃穿肩时 连眉头都没皱一下的谢重楼 忽然在我面前红了眼眶 越发衬出那颗朱砂质 红得像是要低出血来 阿招 你告诉我 许是因为过于剧烈的痛楚 他的嗓音甚至带着一点轻微的含混不清 这些事情 这些你告诉我的 梦里的场景 是不是你真的经历过 在确认了许志远魂魄存在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 我不愿再去想前世的事情 那些痛苦 是我身在谜局时 自己讨来的 可如今谢重楼骤然提及 我才恍然惊觉 其实我没有忘记过 我甚至在自我怨恨 怨我前世看不清真相 物自执念 以至于最后落的那样的结局 还连累了陆家 而如今 面对谢重楼的询问 我只能沉默 气氛凝滞片刻 他捏着我的下巴 滴滴叫了一声阿招 耳后灼热的吻 就铺天盖地落了下来 其实我的心里 还有好多不安与疑问 比如虽然许志远暂时消失了 可沈秀还在 比如他们究竟来自什么地方 比如 倘若我与谢重楼 真的是话本中的人物 那陆谢两家的结局 是否仍会如我梦中一般 可一切的一切 都在谢重楼深刻又绵长的亲吻中 短暂消失了 此刻我不能分神做他想 满心满眼 都只剩下一个他 这是我的谢重楼 是落在人间 能令我触手可及的月亮 最后 我哽咽着小声道 你送我的三字碎了 等我回来 再刻一只送你 他含混不清地应声 这一次 你亲自来教我 这个吻许久才结束 他轻轻喘着气 又一次抱住了我 嘴唇就贴在我耳畔 阿招 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不要再记得那些事情 那都不是你的错 我不会再让你出事 也不会再让陆家和谢家出事 阿招 你就在京城里 等着我回来娶你 后来时至深夜 谢重楼翻窗离开 容容月光下 他身着红衣的背影利落而挺拔 侧过头来看着我时 眉目间的桀骜不及微微收敛 转化成一片锋芒毕露的灵力 我就站在窗前 仰头望着他 那时尚且不知 他此去九死一生 是早就命定的结局 三日后 谢重楼领五千金兵自京城出发 向白鹤厅而去 而就在他走后第五日 皇上忽然下旨 将我与沈秀峰为美人 即刻便要入宫侍寝 太监宣读完圣旨 含笑冲我行礼 陆美人 请吧 我将在原地 哥哥连忙递过去一叮金子 将人拉到一旁 好声好气地低声问询 太监坚力的声音绰绰约约传入我耳中 咱家也是奉旨办事 至于同谢小将军的婚事 白鹤厅那里守着的是什么人 您只劝劝陆姑娘 收收心 别再惹了皇上不高兴 我脸色忽然惨白 一瞬间 某个荒唐至极的念头 从深不可见的心底跃出 以伶俐之势浮出水面 徐志远的魂魄消失后 去了哪里 马车载着我入了宫 晨暗夜色里 我与另一头同样下了 马车的沈秀对视一眼 从他眼底看到了 一闪而过的怨恨之色 朝阳宫中 年轻的皇上身着起衣 目光从我身上扫过 定格在沈秀脸上 他眼中神情复杂 似撑似远 到最后 尽数退成了一片淋漓的恨意 沈美人 陆美人 你们且都安心留在宫中吧 谢崇楼回不来了 安静片刻后 我忽然立声道 你怎么敢 许志远 你怎么敢 皇上是明君 谢崇楼是忠臣 你不过一介无根无缘的孤悔野鬼 怎么敢害了谢崇楼 又转而来祸害天子 你可知道 大楚国运 听而戏 说完这一通话 我后背几乎被冷汗浸透 我在赌 赌如今皇上身躯里装着的 是许志远的魂魄 而皇上也如从前的谢崇楼一般 听得到 也看得到外面发生的一切 有惊讶从皇上面上一闪而逝 接着他便放肆大笑起来 陆大小姐 你很聪明 不是我以为的那种 空庸美貌的无趣规格小姐 可是你错了 大楚国运 黎民百姓 这些与我何干 不管是皇上 还是谢将军 都是我眼中的蝼蚁把 倒是你 他一步步走下台阶 在沈秀面前站定 伸手抬起了他下巴 金婉婉 我喜欢你这么多年 你要做什么我都陪着你 甚至你要穿进书里 我也用光所有继续和你一起 他神情漠然一变 变得猙獰可不 一巴掌将他打翻在地 现在呢 我是皇上 是封建制度下最高位 掌握着你生杀大权的皇上 你还敢这么叫我吗 沈秀 不 金婉婉仰头看着他 神情几度变换 终究服软道 皇上 我站在一旁 正没看着他们 心中有什么念头一闪而逝 却快地抓不住 此后数日 我与金婉婉接住在后宫中 太后虽然称病 我却仍然想办法拜见了他 光线柔暗的宫中点着鸟鸟檀香 他双目紧闭 撵着手里的佛珠 听到脚步声才缓缓睁开眼 向我看来 昭义 我恭敬行礼 沉静道 问太后安 前些日子 重楼身上多有古怪 艾家虽为亲眼所见 却也都听在耳中 他缓声道 而如今 古怪之人换成了皇帝 昭义 你告诉艾家 你是否知道这其中的隐情 身为母亲 他自然也察觉到了皇上身上的不对劲 我沉默片刻 轻声道 子不与怪力乱神 艾家不懂什么君子小人知道 只知道皇帝是艾家的孩子 艾家活了大半辈子 只有这一个儿子 隔着鸟鸟烟雾 他目光阴切地看着我 昭义 你可有什么办法 至少让艾家知道 皇帝是平安的 沉寂许久 我终是起身 恭恭敬敬地冲他跪下 磕头 臣女会竭尽全力 让皇上回来 届时 还请太后答应臣女 若是皇上降罪 不要连累臣女的爹娘和哥哥 许志远虽然封了我为美人 却不曾照顾我事情 反而频繁地命人传金婉婉过去 我曾跟去偷偷瞧过 原本是想找到破解之法 却隔着窗缝 看到许志远在痛打金婉婉 事情 你倒是想得美 我如今是皇上了 后宫家历三千 像你这样水性洋花的女人 你以为我瞧得上 那天夜里回到寝宫 我细细思索 许志远说 她用尽积绪 才和金婉婉一同来到了这里 那么她从谢崇楼身躯里出来后 倘若要再进入皇上的身躯 势必要再付出一些代价 而且甚至 比谢崇楼的那一次更甚 更重要的是 从之前的情形来看 似乎这些外来的魂魄 受不住剧烈的疼痛和情绪波动 每逢受伤时 便会被暂时压制下去 犹豫两日 我终是下定了决心 那天深夜 我穿着一袭轻薄下裙 去找许志远自见诊席 她坐在床边 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哦 你不是对谢崇楼情根深重 此生非她不嫁吗 怎么现在又来找朕 莫非是寂寞难耐 我低声道 谢崇楼如今生死未卜 臣妾又已经入了宫 疯了美人 自然要为自己打算 我就知道 你们这群女人 都是东石西宿的玩意儿 没一个好东西 她骂完 又翘着腿躺倒在床上 来吧 自觉点 自己服饰 让朕看看你的诚意 我低眉顺眼的硬视 拖着威仪的长长裙摆 夸坐在榻上 低下头 屈高临下地望着她 在许志远还未反应过来时 细长的小刀 已经从宽大袖肩滑出 狠狠扎在了她肩头 陆昭义 她向头暴怒的狮子般跃起 伸手掐住我脖子 还未用力就被我揪住一斤 用尽全力抵在床头 咬着牙立身呵斥 许志远 你已经在我手上拜过一次 怎么还敢瞧不起我 你这般轻视女人 最后却死在女人手上 算不算因果报应 她眼中情绪剧烈翻滚 力气横生 我知道那是皇上的魂魄 在想尽办法出来 冷声道 皇上 大楚的江山不能没有您 一刹间 我忽然听到一道陌生的 冷冰冰的声音 时空管理局682号用户许志远 以寿命为代价二次穿越 如今穿越结束 寿命回收 同行者 681号用户今晚晚 一并回收 检测到小世界异常 就此关闭通道 我震惊地环顾四周 可大殿内空空荡荡 是太后出手 想办法前走了这里守着的人 给我制造了唯一的机会 片刻后 床榻之上 悄无声息的皇上 缓缓睁开了眼睛 冰冷威严的目光扫过来 我立刻意识到 这并非许志远 而是真正的皇上 连忙用燃血的手 托着裙摆 跪了下去 臣女见过皇上 她的声音从我头顶传入耳中 情绪莫测 陆昭义 你可知是君是什么罪 我定了定神 臣声道 臣女并非是君 而是为了大楚的江山设计着想 只想让那占了皇上 龙体的孤魂野鬼出去 安静片刻后 她又问我 你那一日说 谢崇楼的身躯也曾被那人占据过 我在心里舒了口气 果然 赌对了 是 从前谢崇楼诸多失礼言行 皆是那魂魄所为 我小心翼翼地斟酌着言语 那魂魄不知来自何处 似乎十分憎恨大楚江山 做出了许多不利于江山百姓之事 谢崇楼为了将他逼退 不惜自伤 话还未说完 寝宫大门忽然被一脚踢开 接着浑身浴血的谢崇楼提剑跨进门来 剑剑遥遥指向皇上 许致远 你不过一介孤魂野鬼 莫非真当自己能翻得天不成 我没心一跳 连忙高鹤 谢崇楼 你失礼了 她没眼间凝着尖锐杀意和隐约眷色 大约是从白鹤厅杀出一条血路 又一路飞驰回京 只为了见到我 她离京前来见我的最后一面 一字一句 仍然言犹在耳 阿昭 你就在京城里 等着我回来娶你 我心头酸酸胀胀 几乎要说不出话来 却仍是咬牙道 你既然回来了 怎么不见过皇上 谢崇楼几乎立刻就反应过来 她已渐渐支着地面 跪了下去 是臣关心则乱 失了礼数 还望皇上降罪 降罪倒是不必了 良久 皇上似笑非笑的声音传来 谢卿忠君爱国之心 朕已然知晓了 那圣旨是朕最后你的 当不得真 你还是同路姑娘一道回去 明日太后便会下旨赐婚了 是 臣寇谢圣恩 我暗暗输了口气 却又忽然想起沈秀 如今今晚晚从她身体中离开 想必苏醒过来的 就是真正的沈秀了吧 皇上 宣平后府的沈姑娘 皇上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正会下旨 命宣平后好好管教女儿 带她学好规矩 再另行赐婚 皇上虽然不肯信 这些怪力乱神的事情 但如今亲自经历过一遍 倒也不得不信了 回府的马车上 谢崇楼轻声冲我解释 停顿了片刻 他猛地将我抱进怀里 低头亲了亲我的额头 阿昭 我的好姑娘 你很勇敢 很了不起 她身上还负着伤 我手中一是燃血 眉目之间都是眷色 炎炎夏日 入了夜依旧热着 昏暗的马车里 气味算不得好闻 我却从这弥散的血腥气里 捉住了几分截后余生的安定 在谢崇楼怀中轻轻闭上眼睛 我实在是累极了 纵然心头还有许多疑问 例如今晚晚和许致远的趋向 例如前世的谢崇楼 为何没有如今生一般挣脱囚牢 可是此刻 我都不愿再去想 我与谢崇楼 实在是差着这一刻安宁 谢崇楼将我送回太父府 拜别了我爹娘和哥哥 深深忘了我一眼 策马回了将军府 第二日 宫中赐婚的一旨便到了 据说朝堂之上 谢伯父与父亲像模像样的争吵了一通 却在下朝后 被皇上召进了御书房 别演了 皇上淡淡道 朕不是傻子 若是连真假都猜不出来 这个皇帝也不用当了 父亲连忙下跪 老臣犯了弃君之罪 还请皇上治罪 陆清古宫之臣 又是太父之身 朕如何治得你的罪 父亲听出了弦外之音 连忙咳嗽两声 虚弱道 臣年事已高 不能再为皇上分忧 还请皇上准臣告老还乡 不问朝政 沉默良久 皇上忠实淡淡吐出了一个字 准 我听闻了此事 鼻子一酸 特意寻到书房 冲父亲摇摇下跪 是昭义的不适 连累了陆家 昭昭 此事与你无关 父亲连忙摆手 示意哥哥将我扶起来 功高震主 自我入朝为官起 便懂得这个道理 即便不为了你与重楼的婚事 也迟早有这一日 爹也已经老了 陆家的将来 就交给昭玄了 日后我同你娘一起养养花 携手同游 倒也不错 昏黄的烛光里 哥哥替我擦去眼尾的泪水 昭昭 倘若日后谢重楼敢欺负你 我绝不会令他好过 我握着他的手 轻声撒娇 哥哥总是带我最好的 大婚的吉日选定后 谢重楼准备了许久 他甚至搬了几箱名贵的料子来入府 从我的头面首饰到嫁衣 都一并承包了 我不愿再令阿昭辛苦 柔暗月色下 他的笑容却比阳光更要目 阿昭 你已经做得够好了 接下来什么都不用再做 只安心等着 漂漂亮亮的嫁给我便好 到成婚那日 我一早便起来准备 拜过天地 见了宾客 一直到深夜时 才算安定下来 谢重楼挑开喜帕 同我喝过交杯酒之后 便秉退了房间里的下人 漫长落下 他伸出手 挑开我小衣的袋子 露出一片洁白的高山雪 还有雪地红莓出战 谢重楼俯下身来 在我唇间清难 阿昭 与谢重楼成婚后的日子 是这样的 他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你痛 我紧闭双眼 咬着嘴唇 努力想让自己 从仿佛梦魇的记忆中 挣脱出来 谢重楼于是拖着我夹侧 温柔而热烈地吻我 阿昭 你睁开眼睛 看着我 我颤颤地睁开眼睛 视线渐渐从朦胧至清晰 而我眼前近在咫尺的谢重楼 仍然是我记忆中温柔热烈的少年 痛苦记忆在这一刻渐渐消无 我终于搂住他驳梗 迎合上去 折腾了许久 入睡已经是后半夜 我又做了一个梦 梦里隔着一层白茫茫的雾气 像是旁观者的角度 我瞧见前世的自己一袭红衣 站在将军府的火海面前 嘶哑地叫铃声谢重楼 然后笑着流下了眼泪 而这旁观之人 望见这样的我 竟然有彻骨钻心之痛 阿昭 熟悉嗓音响起的那一瞬间 我忽然意识到 这是谢重楼 这是前世 被困在身躯囚牢中 挣脱不得的谢重楼 而他目之所及 是爱之盲目 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陆昭义 交织的雾气与烈焰中 我听见他沙哑庄重 仿佛七血般的声音 倘若这世上真有神佛 谢重楼愿不入轮回 倾尽所有 以求重新来过 求我爹娘与陆昭义平安一世 不伤真心 不遇恶人 而谢重楼 死生犹天 我七岁那年 增生过一场大病 连日的高烧不退 整个人昏昏沉沉 躺在床上时 忽然有股甜淡的香气传来 睁开眼 陆昭义趴在我床前 神色沉静 眼中却莫名迎着 星星点点的水光 昭昭 我沙哑着嗓音叫了一声 他回过神 凝视着我的眼睛 将怀里那只 还染着雨水的春海棠 推到我近前 春天来了 他轻声说 谢重楼 你快些好起来吧 那几日 京城总是连绵不断地 落着小雨 天色也阴沉沉的 我竟不知 他是如何寻到了 开得正好的春海棠 又是如何将 还带着香气的花枝 折下来 盛开着送到我眼前 但我的病 却在那一日过后 飞速地好了起来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把曲路昭义 当作人生中 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我爹教我剑法与兵法时 我偶尔也会想着偷懒 他很快就从树下 找到夺懒的我 甚至冷笑一声 谢重楼 我不逼你 昭义不过九岁的年纪 已经跟着昭玄 通读京史策论了 倘若日后陆家 以你顽劣不堪 配不上昭义为由 提出退婚 我舍了这张老脸 也不好拒绝 我不服管教的表情 一下就僵在脸上 他说的对 我要成为最好的谢重楼 才配得上最好的陆昭义 15岁那年 陆昭义已经是 满京城里最初挑的姑娘 她性子沉静 一双秋水铜 也总是安静如 无波无蓝的湖面 可见到我时 如有风掠过 湖面总会皱起波澜 我约她去花招节看灯展 她来得晚了稍许 我抱着剑 靠在湖边的柳树下等她 陆家的马车停在我近前 有人掀开车帘 露出陆昭义 亲力初挑的脸 我的姑娘可真好看啊 纵使不失粉带 却也白得像是 高山一捧清冷雪 天生那双眼睛 晕着一缕水光 明明彻彻 倒映着花招节满街灯火 像是倾倒至人间的灿灿星河 我恍惚了一瞬 接着就听到了她的声音 谢重楼 等我回过神 笑着走到她面前时 陆昭义却迟迟没有下来 反而揪着裙摆 整个人僵在了那里 阿招 我叫了一声 她咬了咬唇 小声道 谢重楼 我 我来鬼水了 耳间轻轻发热 尽管如此 我还是做出一副不慎在意的模样 伸手 直接将她从马车上抱了下来 她缩在我怀里 嘀嘀惊呼了一声 谢重楼 又有些休脑地瞪着我 灯徒子 我笑道 可是怎么办 你已经与灯徒子定亲了 日后成了婚 她日日都要这样抱着你 还有 我操到她耳边 以极清极清的声音说了几个字 被花灯照亮的暗色里 她的脸红的发烫 偏过头去 谁要嫁给你 陆姑娘 想后悔已然晚了 我抱着她 飞升到了最近的一家成衣铺子 买了身心的衣裙 由着她自己处理好一切 那条弄脏的裙子包得严实又妥贴 令春嫣送回太夫府 等完成这一切 街上已经熙熙攘攘挤满了人 没有了看花灯展的好位置 她一定有些失望 却不肯表露出来 甚至反过来向我表露歉意 是我耽误了时间 不然可以早些过来 我翘一翘唇脚 神采飞扬地冲她笑道 抓紧我 那天晚上 我与陆昭义坐在高高的屋檐之上 目无遮蔽地看了一整场花灯展会 仍是初春 夜风裹挟着一丝寒冬未退的撂翘寒气 拂过她好看的脸颊 我心不在焉地看着花灯 却总是侧过头去 偷偷望向陆昭义好看的侧脸 犹豫了一整夜 还是忍住了 没有吻她 那时候 我总是想 我的姑娘 她是个大家闺秀 我不能如此轻浮 总归还有一年我们就要成婚了 到那时 搂着她今一整夜都没关系 我是如此期盼与她成婚后的日子 甚至请了京城中有名的花匠来看过 她告诉我 这满院的春海棠 第二年就能开放 可我没等到那一日 我的姑娘也没能到我娶她那一日 我始终都不明白 那个叫做许志远的奇怪魂魄 是怎么在千军一发之际突然进入我的脑海 接着就牢牢占据了一切 此后五年 我眼睁睁看着她一步步摧毁我建立起的一切 我的阿昭被退了婚 又向太后抢求了一道一指 可她嫁过来时 满院的春海棠已经被砍了个干净 她穿着艳红的嫁衣 抿着唇 果然如我曾经构想过的无数次一样 好看得不像话 可许志远只是挑起她的下巴 不屑地冷笑 不过这等姿色 也好意思对着我死缠烂打吗 她在踏肩折辱她 用最难听的词句 入股的令我痛得发颤 隔着那团白雾网出桥 她眼睛里的光一点点熄灭下去 嗓音轻轻地发着颤 谢重楼 你不该这样对我 你不该的 仿佛魂魄被利刃切割成无数碎片 我从前不知道 原来只有灵魂 也能这么痛 我在脑海深处怒吼 咆哮 可许志远甚至反过来嘲弄地取笑我 你看 这就是女人 谢将军 连壳子里换了个活都察觉不到 谢将军 你觉得她是真的爱你吗 这样的挑拨低劣又可笑 我怎么会怀疑她的真心 若非她突然出现在我身体里 是我亲身经历了这一切 恐怕我永远也想不到 时间还有这样离奇的事情 透过那双事我又不是我的眼睛网出看 我亲眼看着她害死了出其一心的我爹娘 看着朝一眼底的光一点点熄灭下去 变成一株枯萎的春海棠 看着陆家分崩离析 看着谢家的骄傲和风骨被一点点摧折 终于落入沉泥 如我从前厌恶的奸华 全尘一般 我只是看着 什么也做不了 不是没有尝试过夺回身体的控制权 只是那名为许志远的魂魄 似乎有无比强大的力量 他走得越顺利 这股力量就越强大 我眼前的雾气也越来越浓重 我有种预感 雾气完全遮蔽眼前时 便是我消失之日 那一日 权倾朝野的许志远像是玩够了 折磨够了 他去向皇上请指 要以无处善度为由修掉陆昭义 另取审秀 我的姑娘听完她的话 一潭死水般的眼波轻轻动了一下 她抬起眼 是吗 是 我已经够了 别再用那种我辜负了你的眼神看着我了 许志远捏着她的下巴 怎么 我就不能改变心意吗 我就不能喜欢旁人吗 倘若你陆家真的有家教 教过你礼仪廉耻 你就该知道 死缠烂打从来都不会有好结果 她眼睫颤了颤 可竟未留下一滴眼泪 许志远大婚那夜 她砸碎了一库房的酒坛 站在满地流淌的酒夜中 点燃了火折子 她的身上 还穿着最初那件嫁衣 那时我要去西南边陲平乱 临走前特意去太副府见了她一面 嫁衣上的鸳鸯已经绣好了一致 栩栩如生 活灵活现 她的绣工 一直都是最好的 而如今 她穿着那件已经旧了的鲜红嫁衣 站在烈烈火焰之中 流着眼泪喃喃道 谢重楼 我已是一道快要散去的魂魄 却有彻骨弯心之痛 很久很久以前 我是最骄傲不羁的谢重楼 诸天神佛 天命姻缘 什么都不放在眼里 在我看来 我要的一切 都该自己努力去拿 可这一刻 我终于明白 有些事情终归天定 而非人力可以扭转 那一刻却遥遥在虚空跪下 气血向诸天神佛祈求 倘若这世间真有神灵 我愿生生世世不入轮回 以求光阴道转 万物重来 我爹娘和陆昭义一世平安顺遂 至于我自己 世生是死 骄游天定 起先我并未记起前世的一切 只对陆昭义突然转变的态度 感到万分不解 可我是谢重楼 他既然躲着我 我总要找他问个清楚 他在我面前叙述那个梦境时 眼睛里的哀伤和死记绝非作假 那个瞬间 我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那真的只是一个梦吗 陆昭义 会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梦 就有这么大的反应吗 一切尚无定论 我却在与他同去金陵寺时 遇到了那个叫玄臣的老和尚 他撵着佛珠对我说 施主 你不该执着 有些事情本就是有缘无分 我目光森寒 你在说什么 施主很清楚贫僧在说什么 老和尚 你可知这世间总有不信神佛之人 我冷笑道 此事结局如何 该由我自己来定 不由缘分 更不由那虚无缥缈的天命 他便不再言语 撵了半赏佛珠 才闭眼道 施主心有执念 自然珍贵 或许可破迷局 后来我被那陌生魂魄占据了身躯 挣脱不得时 终于明白了老和尚的意思 而这世间有一人 他的执念并不比我少半分 陆昭义站在我面前 面色苍白却坚定地说着 你不是谢虫楼 我会想办法再见到他 纵使隔着雾气制成的牢笼 唯一能感受到他身上深刻的执着 是踏破冰河寻真道 一片担心仍向阳的执着 他握着我送他的那柄匕首 用着我教他的剑法和武艺 生生下退了那个陌生的魂魄 那匕首就停在我眼睛前方 近在咫尺的位置 他脸色苍白 微微喘着气 在与我目光相对的一瞬间 眼睛里撑起的一片狠觉 瞬间轻塌下去 被泪水侵染得不成样子 这是陆昭义 是我的未婚妻 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姑娘 那一日 似乎命运的暗色 被那柄敌手骤然撬开一条裂缝 而缝隙里照出来的光轻轻敲敲 无声却浩荡地扭转了世界的诡计 实至去白鹤厅评乱前 我几乎可以肯定 他曾与我说过的那个梦 并不仅仅是梦境 于是我特意去见了他一面 暧昧的月色下 我又一次情难自禁地吻了他 似乎很久很久 因着错过了这样一个吻 我曾懊悔至死 在白鹤厅遇险时 我身中两箭 显显避开要害 从船上掉落水中 随着四面八方的水流一并涌来的 还有前世的一切 我记起了一切 那并非阿昭做过的一个梦 而是我与他 都真真切切经历过的痛苦与磨难 这一世 他本可以在与我退婚后就平平安安 不再与那两人有什么交集 可他还是选择了逆流而上 为了什么 自然不言而喻 我是如此了解他 知道他纤细身躯与亲力面容下 究竟藏着怎样顽强与执着不屈的灵魂 我的姑娘 她比我勇敢 也比我坚强 那夜暴雨 我从刀疤脸的一众手下之中 将她揽入怀中 她的手上 脸上 裸露的手臂与尖头之上 尽是飞溅的鲜血 在外人面前 在那些心怀恶意的人面前 她整个人都锋芒毕露 不肯有半点服软 可一旦见到我 她总会忍不住落泪 就好像她此生所有的柔软和脆弱 都毫无保留 万般信任地袒露在我面前 因此我务必要活下来 跋涉千里回到京城 回到她身边 如我走之前说的那样 这一次回去 我就会将她娶回家 令她后半生再不受任何磨难 时隔两世 才迟迟走到了这一天 新婚之夜 我极尽温柔 不想令她有一丝一毫的痛楚 后来她蜷缩在我怀里睡着了 天懵懵亮时 我忽然被啜泣声惊醒 睁开眼 是她死死揪住我一惊 好半天才艰涩地吐出三个字 谢重楼 我肩一痛慌忙握住她的手 低声安抚 啊糟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沉寂片刻 她缓缓睁开眼 明澈瞳孔中 尚且残留着几分隐痛和惊惧 她伸出手 环抱住我 轻声道 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是吗 这个问题 在那个我就下她的滂沱雨夜 她一曾问过我 那时我答不上来 而如今 我终于能郑重其事地告诉她 是 许氏昨夜太过劳累 我一点一点吻下去 她很快又困倦地睡着了 我却毫无睡意 抬眸看向窗帘 窗外骤雨出歇 金碎的春海棠已经开了 大婚后的第二日 我与谢重楼起得很迟 大概是因着昨晚累到半夜 后面又做了那样的梦 醒来时 我仍然有些神思恍惚 直到被小只推着坐在铜镜前 梳完发际 她俯下身问我 姑娘 啊不 夫人想戴什么首饰 我才回过审 原想随手指一套 谢重楼却一脸郑重地走过来 站在我旁边陪着挑 我若选那套掐丝红宝石的 正巧与我送你的 刘金海棠发簪相配 我将金簪握在手心 回头望她 你是希望我时时刻刻 带着你送的发簪才对 非也非也 她一本正经地否定了我 夜里还是要取下来的 不然伤到阿招就不好了 余光 当瞄见小只与其他几个陪嫁的丫鬟 皆无嘴偷笑 我免不得气恼地瞪着谢重楼 她却肆无所觉 反倒冲我挑挑眉 笑意更深了些 我对这个人 向来是没什么办法的 她却好脾气地走过来 俯下身 在我夹侧亲了一下 阿招生气了 是我不好 不该言语轻浮不尊重 唯你化眉赔罪好不好 我向来知道谢重楼剑术极佳 兵法一流 甚至书画也学得极好 却不知 原来她画眉也画得这样好 同镜里清晰倒映出我的脸 妆容极淡 两腕眉毛像是戴青色的远衫 谢重楼扶着我的肩 笑眯眯道 我就知道 我的阿招是最好看的 因着次婚的关系 与爹娘见过礼之后 我和谢重楼还要特意入宫谢恩 太后寝宫之中 恰逢皇上也在 她心情似乎不错 甚至有闲情同我和谢重楼提起 前些日子 贵妃同镇闲话 还说起谢清是京中难得的青年才俊 且她家中有一数妹 倒不介意作妾 我正了正 还未反应过来 谢重楼已经利落地跪了下去 多谢贵妃与皇上美意 只是沉脾气暴躁 性子孤僻 自知绝非良人 还是不耽误那位姑娘良缘了 我连忙跟在她身边跪了下去 却看不清皇上的神情 只能听见她情绪莫测的声音 哦 究竟是谢清性子孤僻 还是谢夫人不能容忍呢 殿外阳光明明暗暗地照进来 我一咬牙 干脆抬头道 皇上既然明知臣妇善度 不能容忍 怎么还要说这种话啊 结果抬眼才发觉 皇上与太后的神情并非不快 反倒一个眼神若有所思 另一个笑容分外辞合 太后笑道 皇帝还是别逗着两个孩子了 他们是挨家看着长大的 品性究竟如何 皇帝心中也是有数的 何必要做那棒打鸳鸯的恶人呢 皇上连忙道 母后所言极是 正不过玩笑几句罢了 一直到我们捧着一堆赏赐出了宫 上了马车 我才忍不住问谢重楼 皇上那话 究竟是玩笑 还是试探 他笑笑 将我揽进怀里 顺势在我发顶亲了一下 不管是玩笑还是试探 太后此言一出 这是皇上日后也不会再提 想来军心多疑 谢家又兵权在握 皇上难免会警惕 只是被侵占身躯的事情 也才过去不足一载 他总不至于对谢重楼过度疑心 我正宁神想着 一直温热的手 已经从小衣边缘探了进来 掌心保茧相蹭 又有指尖挑弄 我再也分不出神去想朝堂之事 只咬着嘴唇 将细碎的声音压回去 谢重楼却不肯放过我 马车内光线昏暗 他将下巴抵过来 自身后缓住我腰身 将我整个人眷进他怀里 声音里染了三分暗色 诱人的要命 夫人不必想这些烦心事 万事由我 车外隐约有喧嚣声传来 想来马车正使过闹市街道 我被他勾得心肩发颤 又顾着自小的礼教束缚 只好颤着嗓音道 谢 谢重楼 这是在外面 他的手一下就停住 片刻后 轻轻叹了口气 我不动 阿招 让我抱一会儿就好 顿了顿 他又道 你生气了吗 阿招 我摇摇头 许是因着女儿家的矜持 不愿告诉他 我的承诺并非因为不开心 而是因为失望 夜里回去 我正心不在焉翻住书页思索时 呼得听得他压得低沉微哑的嗓音 手不早了 阿招 该歇息了 我放下书本 寻声抬头 忽然眉心一跳 谢重楼竟穿着一身又白又软的寝衣 斜斜已在软榻上 眼尾微条 那动情的红色清浅地运开来 当中一点朱砂类质 有种射人心魄的美 我见他气息不对 正了正 怎么了 酒 什么酒 他轻轻喘了两口气 抬手将杯中酒泼到地上 我喝的酒里 被放了东西 一刹间 我脑中的咸无声紧绷 在无数种猜测涌上脑海之前 谢重楼带了以你咽气的声音 已经钻入我耳中 阿招 好阿招 我难受 你帮帮我 我着了魔似地走过去 居高临下地望向他 目光与谢重楼相撞的一瞬间 他呼得伸出手 将我拽进他怀里 低头亲了下来 阿招 你在想什么 只管告诉我 不必隐瞒 他在瓦尔畔轻声道 就像当初我教你剑法时 你心中想的那样 大胆告诉我 阿招 我们如今是夫妻了 挣扎的动作被他紧紧圈在怀里 我被迫仰起头 接受他灼热到极点地问 层层叠叠的漫障之中 春日升温 从他满是侵略性的眼睛里 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谢重楼 从来都不是温吞无害的 他的一切 如他飞扬不羁的性子 如他眼尾烟红如血的朱砂 都是热烈如燕的 我微微捶了眼 伸手还住他脖梗 无声迎合 山岸总有浪潮袭来 一浪又一浪地拍打礁石 轰鸣声中卷起白色浪花 终于在某个节点 浪潮将岸边尽数吞没 停留片刻后才徐徐吞去 而今夜深月明 风平浪静 我靠在谢重楼怀里 说不出话来 他将我额间汗湿的头发拨到耳后 轻声换小指准备热水 我瞪着他 他就笑笑 然后捉住我的指尖亲了亲 是我的不适 累到了夫人 这是罪该万死 闭嘴巴尼 他本就是随性的人 自打成婚后 更是彻底放开了束缚 有时没事就要牵着我的手 到无人处 还会找机会 随时亲两口 甚至夜里我累得要命 他倒仗着自己自幼习武 好的夸张的体力 一点一点地磨着我 逼得我夫君哥哥的撒一通娇 才肯令我安眠 纵然入睡时 也要紧贴着我 我稍微动一下 他便伸出手来 搭在我腰间 还要放揉了嗓音哄一句 阿招 别怕 我的心一瞬就软得化作一团 一个字都吐不出来了 到一个月后再回陆府时 我已经很能习惯 这人将我手握在手心 以袖口遮掩 有一搭没一搭地挽着我的手指 爹娘与哥哥分明瞧见了 却都眼观鼻鼻关心 只当什么也看不到 临走前 母亲留我说话 谢崇楼则被哥哥和父亲叫了过去 我想他们大约是要商讨朝中大事 不便打扰 便与母亲闲话了几句 他忽然道 最近 我与你爹在比昭玄相看婚事 哥哥的婚事 我有些哑然 如今可有合适的人选了 母亲摇摇头 神情有几分无奈 惊中的名门归秀 他竟无一人能瞧得上 还说既然你已经嫁到了谢家 那他的婚事也不必再着急 缘分到了自然会到 我忍不住笑道 哥哥从前便说过此生不打算成亲的话 如今能说慢慢相看着 你是十分难得了 这种事情总是急不得的 说不得哪一日哥哥在路上 英雄就每遇找了一个姑娘 倒对人家一见钟情了呢 这话本来是说来调侃 却想不到一语成衬 只是我未曾料到 他从街上就下的那个姑娘 竟是一心求死的沈秀 事情闹出来时 夏日已至尾声 谁也没想到 宣平后府那在金陵寺养病的嫡长女沈秀 竟会被陆大人藏在京城外的庄子上 一藏就是三个月 眼看事情瞒不住 宣平后只好带上夫人 亲自来陆府为女儿讨一个公道 我与谢崇楼赶到时 正逢宣平后夫人立在屋中央 冲着哥哥冷笑连连 陆大人 你身为陆太父之子 如今身居要职 连结奉公之名在外 如今却私藏规格女 莫非这就是你陆家的家风 哥哥眉头都没皱一下 上天上有好生之德 我不私藏他 莫非要眼睁睁看着他被你生生逼死 宣平后夫人瑟丽内人道 陆大人 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 哥哥却不再理会他 只是看着宣平后 淡淡道 沈大人 我知您拒内之名满金皆知 不过皇上若是知道 您为拉拢贵妃母家的事例 竟不惜逼着嫡出的女儿 嫁给年过花甲的老人 会如何作响 宣平后神情陡然一变 谢崇楼则负在我耳畔 低声解释 皇上还是皇子之时 因为先帝独宠贵妃 致使嫡数不分 皇上嫡亲的妹妹被先皇匆忙嫁了 用来笼络朝臣 不久便病逝了 此时一直是皇上与太后的心病 我恍然大悟 宣平后沉默片刻 目光锐利地盯着哥哥 纵然我不将他嫁出去 他如今也声名尽毁 陆大人 你可知名声对女子来说 我来娶 哥哥一下就截住了宣平后的话 在二人震惊的眼神里 他神情淡静 又重复了一遍 他声名尽毁由我而起 我自然会负责到底 我会娶他 回府的马车上 谢崇楼若有所思道 阿昭 你难道不好奇 你哥哥和沈秀是什么时候有情况的 我邪秘了他一眼 好奇 但若哥哥想告诉我 自然会说的 太阳眉 唇角挑出一缕笑意 为何要等他告诉你 走 夫君亲自带你去看 马车在街角处停下 谢崇楼命春烟先将马车驶回将军府 自己则带着我飞身上了屋檐 一路往回 直到 停在了哥哥院墙外的大榕树上 天色已近黄昏 夕阳金红色的光芒 洋洋洒洒洒落了一地 借着枝叶的遮掩 我看到院落之中 哥哥站得笔直 手在身侧轻轻抹撒一摆 那是他紧张时无意识的动作 而他面前 沈秀正微微仰着头 满目歉旧 低声道 陆大人 此番结果并非我有意为之 却也因我而起 我明日便会前往金陵寺 自请落发出家 仍旧是那张自容轻力的脸 却因着换了魂的缘故 竟也变得如同另一个人一般 我看着他柔软却坚韧的眼神 想到记忆中神色刻毒的金婉婉 有一瞬间的恍惚 然而就是这一息之间 哥哥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不必 我说了会娶你 自会一诺千金 但那是我爹娘逼迫 沈秀急声道 陆大人肯收留我已是好心 我怎能因为自己的名声 就耽误大人日后娶妻生子 他话音未落 忽然睁大了眼睛 因为哥哥从怀里取出一枚晶莹剔透的白玉簪 轻轻佩在了他发肩 白日里下朝回府 路过首饰铺子 瞧见此簪 料想你带着一定合适 就买了 他用手抵着唇边 低咳一声 声音发紧 如今瞧来 果真好看 沈秀那张素白的小脸忽然一片飞红 顿了顿 哥哥又道 你不必担心 你爹娘那边 一切交由我来处置就是 我要娶你 也并非他们胁迫 而是心甘情愿 我与谢崇楼回到将军府时 天色完全黑了下来 他轻笑着冲我道 哥哥不计言笑了这些年 我当他不计女色 怎么动了心 倒跟演折子戏一样有趣 我逆了他一眼 演折子戏 也比演春公话本要好 谢崇楼脸一垮 装出可怜兮兮的模样 凑到我进前来 阿昭 昨夜我那样逼你 你是不是仍然气着我 是啊 我故意道 论起讨姑娘欢心来说 我哥哥倒是比谢小将军好上不少 陆昭义 谢崇楼果然气得险些跳起来 他掀开我的首饰匣子看了看 立下豪言壮语 等着吧 小爷要让你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五号夫君 陆昭玄是万万比不上我的 那天晚上 他温柔的不像话 然而这种温柔与我而言 未尝不意味着另一种慢性的折磨 漫长的痛苦与欢愉中 谢崇楼也忍得难受 却还是咬牙问我 陆昭义 我够不够体贴 我终于忍无可忍 抬手捂着他嘴巴 轻声道 于此事 你大可不必如此体贴 然后 第二天我睡到晋晌午才起身 眷懒坐在庄台前 等着小只梳头 然而今天落在我发间的力道 不知为何莽撞了许多 我心有所觉 回头望去 果然 谢崇楼握着牛角书 正低头敏唇 认真严肃地为我挽着发迹 我挑了挑眉 谢崇楼 我见你话没那么熟练 当你书发也是极好的呢 那还不是专门学过的 他小声道 我此前了解过的那些 没告诉我 书发也算是归房之乐呀 他一面与我说着话 一面艰难地玩好了跺马迹 小只明显对这歪歪斜斜的成果很不满意 试图拆了重来 却被我拒绝 罢了 既是夫君一片心意 我总不好拒绝 我不好服了谢崇楼的好意 爹娘却不会惯着他 用午膳时 娘毫不客气地点评了我的发迹 这是何人碗的 将招招地识成美貌眼带的只剩三成 实在可恶 我握着小勺 险些笑出声来 谢崇楼不满道 娘 这是我碗的 原来是你碗的 怪不得笨手笨脚 娘完全不吃他那套 甚至叫来一旁侍奉的小只 以后还是你输 瞧瞧招招从前 多好看啊 水料 谢崇楼就此跟我的头发杠上了 他甚至专门去找了京城里有名的婚洗娘子 虚心求教 学习了许多种发迹的玩法 夜里 他信誓旦旦 我自幼习武 满大厨没有一套剑法能难住我 何况区区梳发 而事实证明 也的确如此 三月后入冬之时 谢崇楼已然十分熟练 甚至会碗的发迹比小只还要多几种 小只十分不服气 又去专程找人学了新的 吵吵嚷嚷之中 除夕就这么过去了 那日冰萧雪荣 我晨起不知为何 用早膳时不过喝了两口粥 便咽咽地吐了出来 谢崇楼忧心忡忡地请了大夫过来 谁知诊脉过后 他捋着胡子告诉我们 是喜脉 房间里安静了许久 谢崇楼像是如梦初醒般 颤着嗓音道 神 什么脉 是喜脉 贵夫人有孕了 大夫恨铁不成钢地看了他一眼 接着冲小只道 胎像还算稳固 为稳妥起见 我还是在开几副安胎药 倘若夫人觉得身子不适 可以煎一碗服下 小只带着大夫走了 谢崇楼站在那里 许久 才迟滞地看向我 阿昭 你有孕了 是 我们要有孩子了 话音刚落 谢崇楼的眼尾都红了 他猛地低下身子 单膝跪在我面前 轻轻还住了我的腰身 阿昭 他低声道 我总不敢想 我们之间竟还有这一日 是啊 从前的无数次 我与谢崇楼隔着海角天涯 隔着身躯与魂魄 在命运天目的掩盖下各自流离 尚且不知结局如何 那时候 无论是他是我 都万万想不到还有这一日 我们不止一同走过了必死之局 还一同迎来了新生 我伸出手 轻轻拍了拍谢崇楼发顶 以做安抚 而后 转头向窗外望去 沿上容血化成水珠滴落 枝头已有鲜嫩心绿 我终于平安抵达了又一个 有谢崇楼的春天 想要血化成水珠滴落